五块钱一个的玻璃碗被他卖了一千两银子 掌柜的这东西收吗 大爷 您清点 千万别给弄碎了 弄碎了就不值钱了 要知道这可是在古代 玻璃在古代可是琉璃 只有皇家才能使用的 平民老百姓别说用 那可是见都没见过的东西 价比黄金 敢问大爷 死物您是活当还是死当 死当死的不能再死的那种 速度要快 拿钱要帅 要不是大爷我最近手 这玩意怎么可能轮得到你 这位大爷 这东西虽说是好物件 但是它不好出手了 我只能给你这个数 好那就一万两吧 成交 这位爷你是在给小的开玩笑吗 一口价一千两 多一分都不要 在古代一两银子是一百文铜钱 一千两也就是十万文 也等于说这一个破碗能换一万斤大米 像这样的破碗陈伯可是堆积如山 因为他穿越了 他带了一个超级大的商场穿越来的 而且商场里的物资取之不尽 几天前陈伯还只是一个一天打三份工 晚上跑到家的区域 在接单的路上被一个法拉利给撞了 再次醒来的时候 突然闻着空气中弥漫着焚烧的味道 让他凑了一下就坐了起来 卧槽 老子爱把电动车烧了 抬眼望去 却发现自己坐在一张草席上 头顶是破败的茅草 旁边 一个瘦弱的女人正跪在地上烧着纸钱 眼睛里面含着泪花 看着坐起来的楚辰 女人吓着撒鸭子就跑出屋子 鬼啊 诈尸了 我是谁 我在那 这是神地方 猛逼树上 猛逼果 此时的陈伯一脸的猛逼 突然脑袋一阵疼痛 再次晕了过去 此时陈伯脑子里面多出了许多的记忆 他穿越 穿越到了这个叫大商朝的封建王朝 这是一个架空世界 没在记忆中的历史里面出现过 此地是一个叫做象牙村的小村庄 原主也叫陈伯 今年21岁 是村里唯一村医的儿子 目前早逝 一个月前他那个村医老爹 也去找太上老君求医问道去了 就留下他和妻子两人 原本靠着他爹给乡里乡亲 看病攒下的多年积蓄 也够他衣食无忧 潇洒不完一生 奈何这个陈伯染上毒瘾 不到半年时间 就将整个家业败的金光 所有田地和房屋都抵给了赌场 搬到了这个破房子安家 刚才跪在身边的女人 是一年前秀才老爹 为他娶的一门亲事 名叫张秀秀 今年18岁 普通的门家女儿 连年天灾兵灾 家里穷的都接不开锅 所以他老爹就用二两银子 将他买了回来 张秀秀勤快能干 听话懂事 本以为嫁到这个家 能够过上好日子 没想到一嫁过来 老公公就走了 剩下这个败家玩意儿 将好好的一个家 败的家徒四地 昨日 陈伯趁着张秀秀 去地里做农活 把张秀秀 打工赚来的几个铜板 拿去赌场翻盘 不出所料又输的金光 一时间上了头 还返欠了赌场五两银子 再次输了钱的陈伯 气不过就跟赌场理论说 赌场出签 结果不用说 被赌场打个半死 还回来不久 原命呜呼 结果被重生来的陈伯 占据了这个身体 我吵 大子 你这是咋死了吗 陈伯搜寻的记忆 进来的人是他的二叔 一个孔无有力的庄稼汉子 大子 赶脚怎么样 你不知道 你可吓死我们了 活了就好 活了以后 就跟秀秀 好好过意 千万别再去赌 坏了 老黑那玩意儿 估计这回儿 正在做官 我得赶紧去赌 说完他这个二叔 非野式的冲出了门脉 此时屋里就剩下 陈伯和张秀秀两个人 相公 你活了 感觉哪不舒服 长达一年来的打骂 早已经让李张秀秀 对眼前的这个男人 产生了深深的恐惧 看着傻傻呆住的陈伯 半天没动一下子 张秀秀吓得连忙说道 相公 你这是怎么了 你可别吓我呀 能看着眼前的这个女孩 不由得一阵心疼 要是放在自己的那个世界 都里没点钱 你能取到这样的 体验一下 起码都得三千块 没事 我饿了 去给我煮点吃的吧 秀秀听到丈夫说饿了 转身就朝着火房走去 不一会儿 就端着一碗黑乎乎的东西 走了出来 相公 这是我熬的野菜粥 你快趁热吃了吧 能看向那碗黑乎乎的东西 只见面上飘着的是 不知名的菜叶子 煮得发黑 你管这叫粥 看着眼前不满意的陈伯 张秀秀一下就哭了出来 对不起相公 我知道你吃不惯野菜 我这就去帮村长家做活 挣钱给你买苏米窑粥 你可别再打我了 看着眼前自己 这白捡来的媳妇 一副楚楚可怜的样子 陈伯也不忍心说些什么 没事 我突然不是很饿了 你等到我 米缸空空如也 柜子里空空如也 厨房里一粒米都没有 此时陈伯才明白 家里被这家伙给摆光了 随即转身就朝着门外走去 走到外面 陈伯才好好打量了自己这个家 只见两间土坯茅草屋 一间厨房一间卧室 旁边不远处 还有一间茅草盖的茅房 房间里面用木板 踏起一张床 上面一层薄薄的被子和草席 几块砖头架起了一个饭桌 这就是所有的家当 终于明白什么叫做家徒四壁 这也太穷了 陈伯叹了口气 这时张秀秀跨着一个篮子走了出来 相公你在家歇息 我去村长家做活 刚刚经历过穿越 而且这具身体被赌场的那一顿 毒打是实打实存在 这会儿安静下来 他就感觉浑身哪哪都疼 又回到了屋里 陈伯又沉沉的睡了过去 咦 刚才是在做梦 小说看多了 还是想老婆想疯了 睡梦中 陈伯又回到了当时被撞的商场门口 只见各种商品琳琅满目 依旧是那熟悉的地方 不对 商场怎么可能一下子人全部跑光 还有那个开法拉利的美女呢 慢慢的陈伯就发现了不对 只见整个商场见不到半个人影 只有那些建筑和商品好端端的在哪 卧槽 难道刚刚不是在做梦 我是真的穿越了 还带着这个大商场穿越了 这特么真是离谱开门离谱到家了 那我怎么出去 陈伯脑子里面冒出了出去的这个念头 转瞬间 他睁开眼睛 看着楼顶上那些熟悉的茅草 以及这熟悉的家徒四壁 我又回来了 又一念吗 随着意念一动 他发现自己又回到了那个熟悉的商场 只见里面的物资没变 建筑也没变 我能自由来回穿梭 我特么带着的大型商超穿越了 发现除了商超以外 旁边还有许多的高楼和商铺 更让他惊喜的是 还有一间叔叔机构 老子特么就是古代的哆啦A梦 满头大汗喘着粗气 进去出来进去出来进去 厨房里也一样一样的多了很东西 大米一袋一袋的多 肉也一块一块的多 忙完这一切 然后就回到床上 等待张秀秀的回来 此时忙活一天的张秀秀 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了家里 看到厨房里 米刚满了 桌子上还有肉 有鬼 不怕 娘子都是我带回来的 你带回来的 你哪来的钱买东西 而且也太浪费了 普通人家 哪能买那么多上等毫米 此刻张秀秀见鬼一样的 看着眼前的陈伯 以前都是见人见人的叫自己 什么时候这么温柔的 叫过自己一声娘子 去吧 做饭去 其实我一直瞒着你 我有一个神仙朋友 那些东西 是我那位神仙朋友给我的 张秀秀眼泪就止不住的流了下来 什么神仙朋友 你是不是把我卖了 我知道 你一直嫌弃我瘦小不能干活 卖了也好 也能让你吃几天饱饭 不过 你这也太奢侈了 此时陈伯一阵头大 感情这个混蛋 在这个善良的姑娘眼里 已经是根深蒂 秀秀 以前是我不好 现在赌场的那一顿打 给我打醒了 我再也不是那个混蛋 看着吧 我一定会给你这世界上 最美好的生活 安抚好张秀秀 陈伯又躺到了床上 经过一下午的激烈运动 这身体真的是快有些扛不住 得先好好养伤 过两天 再到城里卖点东西 高脚杯什么的 这世界肯定没有 又过了半个小时 陈伯的肚子不由的咕咕直叫 这么久以来的食不果腹 也让这具身体非常的雷弱 吃饭了相公 主食是两碗大米粥 说是粥可是水多米少 看来还是没有变啊 不过也能理解 在这个饭都吃不饱的时代 肉这玩意儿 那基本都是地主老爷 和城里大户家里 才能见到的东西 陈伯一阵心酸 放下碗就冲进了厨房 但是不到半个时辰 陈伯就再一次出现了在房里 端着一个肉菜 还有满满的一大碗米饭 摆到他面前 秀秀 以后 你得炖的给我这么吃 一个月之后 你还是这么瘦 我就把你卖了 这个时代 穷人家娶媳妇 都想娶个囤大妖 远好生养的 在别人眼里 张秀秀这样的 就是干不了活 生不了娃 在陈伯的眼里要求下 他足足吃了满满的 一大碗饭和整盘子肉 这应该是他一辈子 吃得最满的 全村人饿得都在啃酥皮吃野口 他家里顿顿吃大米 顿顿吃肉 别人家里墙蹄都没有 他家厨房里堆满了大米 猪肉 陈伯穿越了 带着他的城市穿越了 商场里物资无限 只需要一个意念 要啥有啥 眼见这个男人 因为赌博败光了家产 看着家里 家徒自闭 摆剪的娘子 饿得皮包骨头 看到这一切 他在想法赚钱 此时陈伯想到了玻璃 在古代玻璃 可是只有皇家 才能用到的东西 意念一动 手里剥了个玻璃碗 这边准备动身往城里去 门外传来了二叔的声音 大嘴儿 咋样伤好些了没有 这以后千万别再去 跟秀秀好好过意的吧 呦 大叔 你咋来了 二叔怕陈伯去城里 是为了卖秀秀 所以就想着要跟着他一起去 不能再让这小子犯婚 那个 我刚好也去金云城 一起吧 路上也好有个照 陈伯心想 园主还真是个混蛋啊 居然连媳妇都想着卖个股钱 想想的扎心 我看之前连媳妇都没有 两人差不多走了三个时辰 才来到了青山城外 只见城门口已经排起了长队 陈伯疑惑的看着陈大牛 二叔 排队是干嘛 外地人吧 进城又交进城费不知道 陈伯看了眼二叔 陈大牛看了眼陈伯 两人都是一脸的猛逼 不好意思大娘 我农村来的 请问 这进城得交多少钱啊 农村的哪个村 这方圆几十里 我没听说有叫农村的村子 呃 就是很远的一个小山村 大娘你还没告诉我 进城得多少钱呢 就你们这两个乡吧 就别想着进城了 看着你俩这样就得不起 两个铜板一位 过曹 过曹 那么贵 大得 你有钱吗 我没有啊 没有吗 钱都在你二婶那儿呢 我哪来的钱 过曹 赶紧走了半天 连城门都进不去 此时陈伯心声一记 回去肯定不会回去的 累死累活走这么长时间 一个子没挣到 怎么可能会去 陈伯转身朝旁边的树林走去 思索了许久 拎着两袋大米走了回来 一袋里面装一斤左右大米 瞧一瞧看一看 我二叔带着两袋大米去取媳妇 没想到媳妇跑了 大米便宜卖 便宜卖了 陈伯这嗓子将正在思考 如何进城的陈大牛 给吓了一大跳 臭小子 你二婶哪里跑不来 还有这大米 你哪怕物件 陈伯没有搭理二叔 随着这嗓子 就有人没了上来 小兄弟 你这大米怎么卖 陈伯一脸猛逼 自己痛不不知道物价 陈伯转身看向二叔 二叔 这大米怎么卖 陈大牛一脸猛逼 因为他吃都没吃过 怎么可能知道价格 小兄弟 我看你的大米品质不错 市场下五个铜子一升 你这两声左右 给你十二个子行不行 陈伯抬头看了他眼 他们五文 先说你虎里爹呢 但此刻不是废话的时候 先进城再说 到了城里 钱还是不是吗 大哥大气 卖了 陈伯虽然 知道肯定不值这个价 但自己的目的 仅仅是为进城 走 二叔 进城 就这样两人 交了四个铜子进了城 而陈大牛则一脸心疼的 看着陈伯 这小子败家的本事 可以长迷多 来到城里 陈伯才发现 这个世界的贫富差距 是多么的大 两人走过一个酒楼门口 二叔 一会儿 咱们就在这家吃 剩下的那八个银行 你小子能力不大 想法倒挺大的 这时 两人在一家 写着一个大大的档子面前 一个商货 挺能大 你来这干嘛 你在这等我 一块我就出来 陈伯说完 就大步踏进了档铺 要翻白地而去 别影响老子生意 档铺的伙计 看到这个穿着蓝绿的小子 挥手取赶道 你确定要胆老子狗 你不怕你老板扣你工资 炒你鱿鱼 伙计看着这个嘴巴里 说着奇奇怪怪言语的男子 闪下你的狗眼 说着陈伯就从怀里 掏出了那只玻璃背 伙计一看眼睛都直了 这玩意可是价格连城 似乎也只有京城里面的 那些达官贵人 还能玩得起这玩意儿 看眼前这小子的气势 难不成是哪家大公子 伴猪吃老虎 因为拿得出琉璃 这样的物件 不是他能招惹的 转身就带着陈伯往里走去 怎么会的这东西收吗 大爷 您请点 咱问大爷 此物您是活当还是死当 死当死的不能再死的那种 速度要快 拿钱要帅 要不是大爷我最近使费 这玩意怎么可能轮得到你 这位大爷 这东西虽说是好物件 但是他不好出手吧 我只能给你这个数一千两 行 成交 陈伯心里乐开乐花 因为这样的玻璃碗 他堆积如山 没想到一个能卖这么多钱 此时掌柜的心里 也是了得屁颠屁颠的 因为这样的琉璃碗 可是价值上万了 没想到 只用了一千两就买下来了 此时他真把陈伯 当成了地主家的傻子 外面的陈大牛等的都着急了 就看到陈伯提着一大袋东西走出来 随即把银子交到二叔手上 太重了二叔 你提着吧 什么玩意 陈大牛一边说一边接过口袋 打他一看 吓得跪在了地上 只见里面全是白花花的银子 他这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多钱 连忙把袋子合上 一脸警惕的看着周围 大子 你在哪儿搞来的这么多钱 昨晚做梦 梦见一个白胡子老头 他教了我许多法术 我给里面的老板治好了多年的疾病 然后这是他给的报酬 陈大牛不可置信的看着眼前的大侄子 白胡子老头 难道是仙人转世 天佑我陈家呀 居然出现了仙人壁 二叔 那白胡子老头给我说不能生账 不然就要收回我的法术 大侄子 那我们现在去哪儿 看着此刻二叔 陈伯心里也很实验 记忆中 自己老爹死后 眼前的这个操汉子 可没少叠击自己 时不时给自己送点宿命 自己去借钱只要他有 从来都不会拒绝 而自己的二婶 也从没有因为这些事情 看低过自己 反而时不时的带着张秀秀 到处找磨干 寻思多赚点钱 些不假意 二说 你会赶车不 会呀 那玩意有什么不会 那好 我们买车去 陈大牛睁大了眼睛 完了 这小子又开始败价了 接着在陈伯的一路打听下 两人来到了车马行 公子 是想来吗 没错 给推荐推荐 客官 来看看我们这批 纯正的塞外宝马 日行千里没问题 只要一百两 你就可以带走 陈伯一脸猛逼 卧槽这么贵 古代劳斯莱斯吗 还是不加敌 二叔 这玩意我不懂 你去吧 随后小四带着陈大牛 走到了另一个棚子 最终 陈大牛选中了一头老马 搭上车套一共五十两名字 二叔 格局小了 不过自己也就单纯的往返方便 于是也没多说什么 这玩意皮是耐操 就犹如现代的某龄神车一样 多拉快跑 也不错 陈伯可不知道 这玩意就算放在清风镇 也是妥妥的大户人家 才能拥有的东西 一个村庄呢 有个马车就 世上没有遮天数 我叫陈伯你记住 一个现代的玻璃碗 被他拿到了古代 卖了一千两白银 这种玻璃在当时的古代 被称之为琉璃 琉璃在古代 可是只有皇帝 才能使用的东西 而这样的玻璃碗 陈伯却是堆积如山 因为陈伯是从现代汉约来的 他还带来了一整座城市 随手拿了个玻璃碗 就卖了一千两白银 陈伯拿到银两 就带二叔一起买了辆马车 小子 接下来咱们去干嘛 钱也赚到了 接下来当忽然是开始消费了 啥 啥是消费 消费是谁 陈伯梅在给陈大牛解释 首先来到市场 买了两百斤大米 半扇羊肉 买完食物 陈伯又带着陈大牛 来到了成衣铺子 虽然自己商超空间里面 有着大量的衣服 但是那玩意儿都是现代衣服 穿出来不得被当成另类 两位客官买衣服 是的 我们先随便看看 陈伯悠悠的对着掌柜的说道 这是一个不合时宜的声音 出现在了陈伯的耳边 我说掌柜的 你这店里连乞丐都能进来买东西吗 陈伯回头看了一眼 一个差不多二百斤 跟个猪一样的女人 古代也跟现代一样 都会出现这种人 陈伯有理他 而是自顾自的挑起了衣服 哎 我说你这小乞丐 这衣服你买得起吗 你就摸 女人不依不饶的说道 这店是你的 小子 你还敢顶嘴 这衣服我本来看下了的 现在你摸过了 老板 我不要了 女人趾高气昂的说道 老板也一脸尴尬的看着陈伯 你也不看看你长的这个样子 都特么快胖成球了 这衣服你穿得上吗 买不起镜子还没有尿 也不照照才出门 咦 你可离我远点 一股大海的味道 多少天没洗了 下水到很久没人通了吧 陈伯此刻真像一个泼虎 虽然这些新词 他们都听得不怎么懂 但是仔细一想 还是能够明白陈伯说的是啥 妇人张红了脸 指着陈伯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陈伯没有接着理他 而是对着老板说道 刚才我摸过的 都给我包起来 他摸过的我可不要 我怕传染 掌柜的也深深的看了一眼眼前的妇人 老板既忧愁又兴奋的帮陈伯 把衣服包起来 陈伯又卷了脊皮布料 就招呼陈大牛装车 一顿忙活 两人赶着马车便出了城 殊不知 左车的后面 几个标形大汉 看来真是人言可畏 说的多了 就成真的了 于是胡乱的回应了他几声 扭过头去 再给二叔问下去 就露线了 二叔 行车 我要拉屎 陈伯对着前面的陈大牛喊道 懒饮死尿多 没有也想饿 陈伯下了车 一路小跑来到了小树林 闪身就进入了空间里 找到了叔叔机构 陈伯说完就踏进了立扇前世 从来没有去过的大门 找到一间门口 写着装备器材裤的门前 发现门轻轻一推就开了 陈伯惊喜的看着里面 满满的现代装备 却犯起了仇 自动装备太过惊世害俗 要是被有些人看到 会招来特别多的麻烦 思索良久 陈伯拿出一把匕首和一根电棍 为了安全起见 还在身上藏了一把手枪 这才走出了空间 陈伯走出树林 就看见二叔被三人拦住了 前面的那位武林高手 何故让我马车 咦 胆子不小 这情况还能真定之肉 最近兄弟们手头进 这位公子 且点钱耍耍 恨不得还借点钱 打劫就打劫呗 你看我们俩穿的这个穷酸样 你要打劫也选个富一点的人家吧 哈哈 这就不该是你操心的事情 把车留下 你们可以管了 当铺掌柜给了你们多少好处 你们回去把它杀了 我加倍行不行 听到陈伯说出了当铺掌柜 三人顿时心头一紧 看来事情暴露了 小子 原本搁几个不想杀人 但是你既然已经知道了 就没有活下去的必要 等等 隔几个 我给你们变个魔术怎么样 说实实那是快 陈伯逃脱变坠 他就跟女人一下 只见黑衣人一阵抽搐 最头就栽倒在了地上 二叔 快把他们拖进山 啊 你要干嘛 别啰嗦 快点 一会儿来人就不好了 陈大牛没有继续说话 将三人拖入了丛林之中 随后两人像是什么事都没发生一样 继续赶路回家 大子 这也是那个神仙爷爷给你 陈伯心里一阵轻松 看来自己这个白胡子老头是用对了 没错 你这可是先家用的先气 瞬间就能把人放倒有 陈大牛也不再多问 赶着车就朝着马山村而去 夜幕降临 两人才赶到陈伯家里 正好张秀秀从屋里出来看到二人 相公 二叔 你们回来了 两人看到秀秀出来都应了一声 二叔 帮忙卸一下东西 好嘞 随即陈伯挑出了五十来斤大米 切了一条羊腿 还拿了一匹布 二叔 这些你拿回去 让二婶给你做几身衣服 说完还拿着一个十两的银钉塞进了他手里 陈大牛看着眼前的这堆东西张大了嘴巴 这褶这么大方 大褶 这可死不得 无功不受禄 二叔 别搅情 快回家 二婶和龙飞哥肯定等着急了 对了 明天叫龙飞哥来这一趟 陈大牛看着这个大褶 心里顿时很是高兴 拿着东西就走了回去 愣着干嘛 快去做饭 饿死老子 多放点肉点 张秀秀没有过问东西哪来的 听到陈伯说饿了 转身就进入了厨房 陈伯这时回到房间里 从空间里拿出几床羊毛被 以及一些生活用品 转身向厨房走去 看着桌子上的肉食明显的 比昨天多了很多 陈伯露出了满意的笑容 不错 听不很快 你太瘦了 身子弱 就得多吃 相公 这么多东西 要不少银子吧 还有那马车 其实张秀秀还是在担心 这个突然报复起来的男人 感觉一点都不真实 我说你就别操心了 反正你只要明白 你相公我经过些人的电话 开窍了 以后还会有更多 稀奇古怪的事情 你什么也别问 跟着相公吃香的喝辣的就行 陈伯的一番话 打断了张秀秀 刨根问底的势头 秀秀 这些都是今天给你买的衣服 看看喜不喜欢 喜欢 只要是相公买的 我都喜欢 娘子 那些衣服 你拿去试一下看看合身布 不合身的就拿去给二婶 此时张秀秀看到陈伯 突然之间的改变 心里猛的一暖 从他进入陈家以来 陈伯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 对自己这么好过 话 干嘛呢你 陈伯疑惑道 两人只有夫妻之名 没有夫妻之事 原主似乎对那方面丝毫不感兴趣 至今都没看过张秀秀的身子 相公 吴家要换衣服了 那就话 换个衣服不用请示汇报 陈伯脱口而出 听着陈伯这让人听不懂的言语 张秀秀一时间又羞红了脸 这是陈伯才明白过来 原主你真是个小垃圾 秀秀 我们是夫妻 还有什么不能坦诚相待的呢 相公看着你话 见到陈伯丝毫没有离开的意思 是啊 都是夫妻 还有什么好害羞的呢 随着衣服的缓缓落地 以下发生了不可表述的事情 只因他早晨起床 清了每道地 他特点把不乱吃的肉都给了 卧槽 秀秀你嘴砸那么臭 你多少年没刷牙了 相公 什么是刷牙 刷牙是谁 如今的这个大商朝是没有牙膏这个产物 人们只是用水漱口 因此人一辈子也从不刷牙 还好他随身携带商场而来 那个时刻的注意 陈伯闪身进入空间里 随便找个超市拿了一些洗漱用品出来 随后陈伯拿着牙刷 找到张秀秀 教他怎么刷牙 两人正刷牙时 便听到门口传来敲门声 谁啊 别敲了 再敲门要掉了 陈伯打开房门 此时 只见外面站着一个高大的身影 眼前的人正是二叔家的儿子 陈龙飞 长得牛高马大 比陈伯大一岁 龙飞哥 天还没亮 干嘛呢这是 卧槽 小伯子 你这是咋了 怎么中毒了 说是池内是快 陈龙飞上去把陈伯按在地上 就开始大声喊 快来人啊 陈伯中毒了 弟兄快出来 小伯中毒了 陈龙飞本身就人高马大 陈伯被他压在身下丝毫动弹不得 嘴巴里发出呜呜的声音 这时 张秀秀也咬了一把牙刷跑了过来 完了 这个也中毒了 陈龙飞 放开陈伯就往张秀秀扑去 张秀秀着自己陈龙飞朝冲来 赶紧出声解释 龙飞哥 你先停下 相公正在教我刷牙呢 你看到的白沫是牙膏产生的泡泡 陈伯此时也缓了口气 你这个老六 老子是在刷牙 这时陈龙飞转头看向站起来的陈伯 呃 那个 这个 小伯子 我一进来看到你口吐白沫 以为你中毒了 心里一着急就对了老六是谁 陈伯无语的看着眼前的这个大男孩 真是无语他妈给无语开门 无语到家了 正在这时 听到喊声的二叔和二婶也跑了过来 本来两家就挨整 所以他们一听到陈龙飞喊中毒 就过来了 咋回事 小伯子刚才口吐白沫 我以为他中毒了 就喊了一嗓子 陈伯因为比陈龙飞小一岁 又瘦弱 因此陈龙飞从小就叫他小伯子 此时二叔看着陈伯 一脸关心的说道 没事吧 大嘴 没事没事 我清洁牙齿 用了点牙膏而已 陈伯又给二叔解释一遍 爹 你不是说小伯子找我有事吗 嘴上说着 眼睛却死死的盯着石桌上的那块羊肉 陈伯看龙飞哥一直盯着肉 好吗 不仅是个老六 还是吃货 秀秀你去做饭吧 多做点做五个人的 多放点肉 说吧 张秀秀就往厨房走去 二婶也跟着一起去了 二叔 龙飞哥现在不没事做吗 我想叫他来给我帮忙 一个月给他十两银子 供他吃饭 你看行吗 咋 最后哪里只十两银子一个月 你要赢帮忙 叫他来救世了 咋还能要钱呢 不 二叔 他帮我做事 我给钱 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但是他如果不听话或者偷懒 我也可以扣出他的银子 没事 你放心 他要敢偷懒 老子打断他的银 不过死两会不会太多了 好了 二叔你别再说了 龙飞哥 你有意见吗 陈伯又朝着陈龙飞问道 一个月十两 家里边还有那么多肉 还抱着 有意见 傻子才有意见 就这样三人就把事落实了 这时门外就响起了一阵不合时宜的声音 听说我们的陈大公子发财了 看来是真的啊 只见马武带着几个二流子来到了他家门口 听着这阴阳怪气的声音 陈伯深深的皱了一下眉头 咦 原来是五哥 带这么多人 怎么个事 这是镇上散合赌场的虎哥 你欠赌场的五两银子 该还了吧 陈伯是吧 前几次你去赌场 欠了五两银子 现在离管离 一公司八两 给钱吧 虎哥趾高气昂的说道 八两银子 在这个年代 八两银子都快是普通人代一年的收入了 八两银子 好说 不过我没零钱 这个你带找一下 陈伯从衣服里面掏出一定十两银子 拿在手里 看到陈伯拿出一定十两文银 人群都惊呆了 这货怎么这么有钱了 看来这小子是真的发财了 昨天老柴叔他们 还看到他是赶着马车回来的呢 那可不是 尽早上我还闻到他家里 穿出了羊肉的味道 你看张秀秀身上 穿的那可是城里人才能穿得起 一时间人群中都在窃窃私语的讨论着 这时马武和虎哥也睁大了眼睛 本来以为这小子那不出钱 就把他老婆抓去抵债 陈伯此时笑嘻嘻地看着虎哥 转身偷偷对着龙飞问道 哥 这些人你能打几个 吃饱了 拳打都没问题 龙飞悠悠说道 陈伯悄悄把把电棍交给了他 又告诉他如何使用 根据大下律法 擅闯他人是内行凶者 击杀不揪 虎哥 钱给你没问题 但是我记得那天对我拳打脚踢的 你们几个都有份吧 要不 我打回来 这才算公平吗 陈伯笑眯眯地冲着虎哥说道 小子你找死 敢耍老子 哥几个 给我抢 陈伯手里握着电棍 龙飞手里也拿着一个电棍 恶狠狠地盯着来人 你过来啊 陈伯朝着龙哥几人伸出手指勾了勾 常年在道上混的 怎么不明白大伤律法 一瞬间就想明白了问题 小子 想找你爷爷 以为我弟弟一天出来混吗 有本事你出来 老子就不出去 有本事你进来 小子 你给我等着 有本事你就永远别造出这间屋子 放心 你叫我明天就去镇上 你看我敢不敢 陈伯在院子里面大声喊道 虎哥哼了一声 他们这小子比无赖还无赖 你给老子等着 看老子寻个没人的地方 就弄了你 原本剑拔弩张的几人 就如同小孩子一样 在门口对峙着 最后虎哥放了两句狠话 拿了钱 便带人离去 带众人离去 陈伯给二叔和陈龙飞又交代了一些事情 陈二叔一家也回家去了 陈伯跟张秀秀交代一句也出了门 陈伯闪身进入空间 再次来到了叔叔机构 因为他之前看过一个新闻 叔叔机构查封一些地方 收缴过很多违禁品 这时陈伯找到一个房间 打开门 只见里面堆满了长刀短枪 弓弩箭矢 还有气枪和充气设备 接着陈伯就挑选了一把十字弩和二十来根箭矢走出了空间 回到家里 陈伯拿出一个十字弩 告诉张秀秀如何使用 陈伯将十字弩交到张秀秀手上 我明天要去一趟镇上 为了安全 你这几天就别出门了 也不要跟任何人说我去镇上 谁要是敢踏进门槛 你就给我射塔 大伤律法规定 入室行凶主 击杀无助 啊 你是说要把这东西给我 不 相哥 这武器还是你带着防身 我在家里没事的 张秀秀连忙对着陈伯说道 没事 神仙爷爷可是赐给了我很多的神器 我还有 你就别担心了 其实经过了虎哥上门闹事之后 陈伯就想到了这个问题 明天自己去了镇上 就张秀秀一个人在家 万一每个老六冲到家里来 张秀秀也有个防身的武器 而只要自己一走出村子 估计就会被人在半路拦截 相哥 你明天可以不去吗 我很担心 其实聪明的张秀秀 在得知陈伯说要去镇上 就明白了他的想法 所以才在晚上劝说道 不 秀秀 在这个时代 只有深入麻烦 才能解决掉麻烦 我意已定 陈伯悠悠说道 如果明天不解决这件事情 那么留下来的 肯定是无休无止的嘛 他看着身边穿着比基尼的媳妇 却怎么也睡不着觉 只因他是现代穿越来的 睡惯了喜梦斯 现在却只能睡在石板床上 这却让他彻夜难眠 早晨起床 第一件事就是想办法修房子 于是陈伯拿着一瓶 对了水的二锅头 来到村长家里 要知道 这时代 酒还是很贵的玩意儿 普通人家 也就过年的时候能尝上几口 这个时代的酒寡淡无味 哪里撑得上酒 大概过了五六分钟 陈伯走到了村长家里 咦 陈叫娃子 你咋来了 王德发看见 陈伯手上还提着一坛子酒 就带着陈伯往屋里走去 陈娃子 来就来嘛 这么客气干啥 你几日来 所谓何事啊 其实也没什么大事 你也知道 我家那个破烂屋子 所以 我想把屋前的空地买下来 重新去个屋子 陈伯说完就给他倒了一杯 兑水二锅头 王德发拿起酒杯尝了一口 咦 陈娃子 这酒 陈伯心里咯噔了一下 也比这个时代的酒好上太多 陈妈咋 城里买回来的吗 镇上的酒 可没这味道 此话一出 陈伯才放下心来 心想到 就喜欢你这没见过世面的样子 是啊 上次去城里 就买了一点 不过也不多 这不想着王叔好这口 就给您带了一趟 陈伯开门见山的对着王德发说 这几日他也打听了 自己要建房子 虽然没有现代世界那么麻烦 也要经过村长 然后买地 去镇上衙门办理相关的手续 所以 他才又找到了王德发 王叔 你也知道 造房子需要人工 到时候你给村里说说 我开工钱 王德发假装思索一番 开口说道 也确实 你那坡屋子 四处楼房 也该给你家秀秀 享受一下了 你准备建多大的房子 买多高摩地 我家周边的那块空地 怎么也有十来亩吧 再一个 我准备把后山也买下来 大约五十亩左右 王德发一听吓了一跳 这小子是赚了多少钱啊 五十亩 城里的大户人家 也没这么宽的屋子吧 其实陈伯有自己的想法 那就是自己要打造一座古代小别墅 穿越前都窝在那十多平米的出租屋里面 他们穿越了 还不能享受享受 五十亩 万里是不能给你这么多 但是看在你爹指前 为村里做出的贡献 我都晕了 门前的空地 原本要五粮一亩 送给你做足 就送你四粮一亩 后三三爹二粮一亩 送你一粮就行了 说完笑眠一的看着陈伯 小子 这次错对你不错吧 卧槽 特末村长一句话 就直接节约了五十两 这操作牛逼 陈伯此时心里乐开了花 那就感谢王叔 这手续 一边说一边递过去一个十两的银钉 顺带带给了他八个十两银钉 作为买地的钱 哈哈 小师姐 保在苏省上 我马上去一趟镇上 帮你把事情给办了 真特么是有钱好办事 十两银子过去 自己完全不用办事 看事情办成了陈伯也往家走去 村长也往镇里赶去 陈伯到了家之后就算了起来 卖杯子用了一千两 在城里消费花了二百两 今天买地有花去将近一百两 这两日七七八八有花去一些 现在还剩下五六百两 这在建别墅还要不少花销 这点银两可不够啊 明天带再去烫城赚点钱 看来明日要进一趟青云城 再赚点 随后陈伯就带着张秀秀来到了后山 相公 我们这是要干什么 秀秀 你看后山好不好 陈伯指着后山说道 啊 这山有什么好的 不过可以种很多地 张秀秀一脸不解的说道 种地 格局小了 有钱了为什么还要种地 陈伯穿越前就是农村出生 小时候可没少面朝黄土被朝天 他们都带着商超穿越了 还种地享受生活不好吗 种什么地 我要把门前的空地都变成我们的房子 后山成为我们的后花园 什么 自己这相公又开始败家了 这么大的一个地方 都变成房子 那得要多少钱啊 而且 就他们两个人 也没必要住那么大的房子啊 陈伯看着他惊讶的神情 又开口道 到时候 我就去县里给你买几个丫鬟 你就负责在家貌美如花就行了 可是这么大的房子 得要很多很多的钱吧 而且 我不用什么丫鬟 我伺候好你就行了 张秀秀认真地对着陈伯说道 伺候我 但是这环境不行啊 等计好房子再说吧 也不管张秀秀同不同意 自己只是告诉他一生罢了 钱的事情不用你操心 你忘记我是仙人弟子了 你就在家等着享受吧 说完两人也回了家 傍晚时分 陈伯拿着地气 心里乐开了花 他们从现在起 老子也是有地的人了 他的梦想可不止于此 只是他在这个世界腾飞的第一步 他迟早是要走出象牙村的 这里也会成为他在这个世界的避暑山庄 一夜甜蜜 第二日桃草吃过早饭 招呼龙飞赶着马车朝着青山城出发 此时龙飞已经完全进入了角色 跨着长刀坐在车头赶着车 一脸耀武扬威的样子 把罗车赶得飞快 年轻人嘛 就是比二叔猛 由于没有减震系统 颠得屁股都快要开裂了 虽然商超空间里面有不省的汽车 但是自己要拿出来的话 房地老子都要上前为官 所以目前只能忍受这屁股发麻的酸爽 马车跑得飞快 一个时辰就来到了城门口 给了几个童子之后 两人顺利的进入了青云城 再次来到了城医铺子 城医神医 可算是盼到你了 来来来 快请进 上一次陈伯跟二叔进城来消费的时候 陈伯看出这掌柜的活动几下 就冒起虚汗 两人互相交谈几句 掌柜的就把陈伯当成了神医 几日不见 陈老板脸色不好啊 说完便吩咐龙飞先去找监客站住下来 自己身上秘密太多 有时候带着龙飞 也不方便 别提了陈神医 我感觉好像越来越严重了 现在丝毫只能复起来 陈大胖一脸焦急的说道 啊 你这个病啊 经过我这几日日夜不停的炼制 终于单程 说完手里摇晃着一个陈瓶 里边装的是他从空间里拿出来的几粒尾哥 陈大胖眼睛死死的盯着陈伯手上的瓶子 似乎整个世界都只有瓶子了一样 练成了好 练成了好 说完就一脸期待的看着陈伯 陈老板啊 不瞒你说 这几枚丹药 可是耗费了我不少法力 陈伯一副你该懂事的样子 陈大胖马上就明白了过来 转身回到里间 走出来后 手里端着一个盘子 上面摆着雪白的石莱丁白银 它是有一本来两 陈伯毫不客气将盘子收起来 将瓶子给他 陈老板 为了让你放心 此刻你吃下一枚 咱们去红云馆看看效果 陈老板一副我懂的表情 带着陈伯就朝着街道走去 陈伯一脸期待的跟在他的后面 特么的到处都是快餐店 老子还用得着吃方便 两人说校尖来到了红云馆 呦 陈老板 今天可够早的 小红还没起呢 一个涂着厚厚粉底的中年女子 扭着那硕大的腰肢 走出来对着陈大胖说道 看得陈伯一阵恶心 这特么就这 质量特也太差了吧 还没小胡同质量好 此时陈大胖迫不及待 就朝着二楼冲上去 没起就没起 老子忍不住了 紧接着 二楼就传出了儿童性的声音 陈伯在下面要了杯茶 足足等了将近半个时辰 陈大胖才一脸满足的走了下来 陈神医 震神了 今天老子终于扬眉吐气了一回 连小红都说 我比昨晚那几个强多了 太感谢你了 不止那鲜蛋能否再赐我一切 陈大胖讨好的看着陈伯 陈伯的关注点却不在这 感情在所谓的小红时连续工作 在这个卫生条件极差的古代 卧槽 你这么口味珍重 你以为这单要是满大街都是的垃圾 买来的那么多 就这几枚都耗费了我全部的精力了 陈神医说的是 是我梦浪了 你为何没上去 此时陈伯心里想的肯定不会说出来 修炼之人对这些事情兴趣不大 两人聊着聊着就朝着后门走到了大街上 陈伯忍不住开口问道 曹老板 我对你走后门和对暗号的操作比较好奇 你说这儿啊 请我给你说 原来青楼的后门是专门留给那些老婆管的严的人开设的 目的也就是掩人耳目 免得正主上门 卧槽 吓老子一跳 原来是这么回事 此刻的陈伯 有些许的期盼黑夜快点来临 他用一个现代的工艺品 在古代的青楼里熟了一位花魁 这件琉璃底两千两白银 数你家花魁够吗 够了 够了 完全够了 只因陈伯是从现代穿越来的 他还随身带了一座城市 他随手从柜台上拿了一盒小雨伞 又拿了本堂诗三百首 此时陈伯来到红云馆 扫了众人一眼 大声说 这里有没有花魁啊 此时 红云馆的妈咪走了上来 花魁 公子真会说笑 我那几个花魁女儿 可是吹拉弹唱 样样精通 琴琪书画 无所不能 敢问公子 文才如何啊 妈咪似乎听到了天大笑话一样 居然还有人上来救了花魁 那可是镇店之宝 怎么能轻易试人 好吧 原来这玩意也来个饥饿营销 标对口啊 一会儿我那几个女儿可要登台 就看公子能不能入了他们的眼啊 说完就朝着二楼走了上去 陈伯转身也找了个桌子坐了下来 过了大概五六分钟 此刻中央舞台上 一个身材极好的女子 缓缓地走上了舞台中央 有请我们的花魁梦嫣姑娘登台 今夜梦嫣姑娘要考考重位的诗才 有想跟梦嫣单独相处 可作诗上台 被我家姑娘看重 自然会招君入闺房 说完带着那个梦嫣姑娘就离开了 就这 他们就这么就走了 小姐姐 那所谓的花魁 写首诗就呢 小姐姐 女孩还是第一次听到这个称呼 立刻开心地解释道 要是梦嫣姑娘欣赏你的诗才 也有可能不要银子呢 过槽 还有不要钱的操作 但是写诗 简单啊 但是此时陈伯对自己的字 是一点信心都没有 心想 字丑就丑吧 内容行就行 于是大笔一挥 在纸上写下 花魁姑娘并非人 春风雨露下凡间 无若能得清待见 定上九霄斋青城 然后大笔一挥 毫不要脸的写上陈伯两个字 花魁姑娘并非人 春风雨露下凡间 无若能得清待见 定上九霄斋青城 梦嫣嘴里念叨着 慢慢的脸上浮现出喜悦的笑容 有趣 就是字太丑了 再说 我可并非仙子 小芳 去把这个叫陈伯的公子 叫上来吧 丫鬟听完蹭蹭就朝着楼下跑去 敢问可是陈伯公子 这位小姐姐 你叫我 小芳打亮着眼前此人 长得倒是清秀 但是似乎 陈公子 我家小姐有请 陈伯一脸猛逼的看着眼前的女子 难道花魁看上老子了 于是对着众人说道 各位 咱们下次再喝 小爷泡妞去了 此时楼上房间里 陈伯近距离看到孟烟 瞬间眼睛都看直了 小女子孟烟 见过陈公子 这一操作 可把陈伯整不会了 于是说道 孟小姐 很高兴见到你 请多多指教 这是什么打招呼方式 孟烟突然就对眼前的男子产生了兴趣 公子的诗 可谓别出心裁 有杆发有杆发 自从在舞台上 见到小姐姐的身材 就深深的迷住了我 再配上你这张霍国殃民 配配上你这绝世容颜 倾国倾城 让我身陷其中无法自拔呀 陈公子倒是直接 与那些道貌岸然的 所谓君子不同 那玩意儿我不会 我只知道姑娘长得美 窈窕之淑女君子好球 我就单纯的喜欢你而已 陈伯说起话来毫不顾忌 多少银子可以与你深入交流啊 陈伯直接开门见山 自己是来消费的 哪有闲工夫与他甩文弄墨 深入交流 孟烟感觉眼前的这位男子嘴里 全是奇奇怪怪的词语 孟烟姑娘要不你说个数 我把你输回去给我当秘书吧 何为秘书 孟烟对这个称呼很是奇怪 呃 秘书就是 有事秘书干 没事干秘书 孟烟 此时听的是一脸猛逼 不过又眼神狡黠的问道 公子愿为奴家赎身 你赎身多少银子 划得来的话也没问题 陈伯一脸无所谓的说道 对于这种级别的美女 买一个又算得了什么 大不了跑别的城市再去卖几个杯子 还请陈公子去问问妈妈 我的自由可不能自己做主 孟烟想到 要是眼前这个长相帅气的公子 能够帮自己赎身 也算是自己比较好的归宿 可是眼前此人 真的愿意花那么多钱替自己赎身吗 陈伯转身就出了房间 妈咪 看着你这春风得意的样子 似乎又年轻了不少啊 陈伯开口说道 毕竟伸手不打笑人脸 痛苦至今都是如此 公子嘴太甜了 就爱拿姐姐打去 来来来 我跟你商量个事情 啊 公子有什么吩咐 是不是我们的姑娘惹你生气了 没有 我就想问问 孟烟姑娘熟身多少银子 陈伯直截了当说出了想法 要不换个地方说话 这人多嘴杂的 妈咪带着陈伯来到了一间安静的小屋 其实她对于孟烟有人愿意赎身 高兴还来不及呢 毕竟这个世道 被逼着卖二卖女的多了去了 只要给她时间 培养出一百个孟烟都没问题 妈咪 实话说吧 孟烟我是要定了 开架吧 其他的就别来了 我时间宝贵 妈咪一看陈伯这家事 不好忽悠啊 是个懂套路的主 我们母女情深 但看在你那么喜欢孟烟的份上 你就拿两千两 但是娶回家后 可要好好待她 我娶你M的 两千两 你他们怎么不去抢啊 陈伯略微思考了一下 顿时就有了主意 朝着妈咪说道 你等我一下 我去尿个尿 说完就跑出房间 静止走进空间 在里面拿出了一个 价值五块钱的玻璃百件 房间里 陈伯将玻璃百件放在桌子上 此乃我从远方得到的琉璃百件 花了三千两白银 身上没有现银 由此底价如何 看着陈伯拿出这个琉璃百件 妈咪顿时就磨不开眼睛 要知道 这玩意儿可是有钱都买不到的东西 你说什么 妈咪二话不说就同意了 看着手上的卖身器 也就是说 从此刻起 孟烟就是属于自己的财产 这封建时代的人啊 真不值钱 一个破烂就能换个美女 不过 小爷喜欢 看着陈伯手中的卖身器 孟烟此刻依旧是处于猛逼状态 在陈伯的要求下 孟烟连夜搬离青楼 走 哥带你客栈歇息去 陈伯拉起孟烟的手就要走出去 这是一个拿着大包小包的女孩 也紧紧的跟在后面 陈伯疑惑的看着她 小姐姐 你这是 姑爷 我是小姐的丫鬟 你既然为小姐赎身 那么我自然跟着你们走 这特么还买一送衣 好吧 那就随我们一起走吧 陈伯带着俩人非也是的跑出了青楼 转身就来到了青山城最大的客栈 老板 开两间上房 钱无所谓 一定要干净舒适 相公 一间就行 小芳是丫鬟 该在旁边伺候着 孟烟开口说道 卧槽 还有这好事 不安恶的封建社会 我太喜欢了 陈伯内心在欢呼 想到接下来的场景 小兄弟都高昂起了头 而一旁的小芳却胀红了脸 她是小姐的丫鬟 其实也算陪嫁品 好吧老板 就随他们 老板一副见怪不怪的样子 这莫不设傻子吧 这有什么值得大呼小叫的 骗子一号 公子 保你满意 楼下的掌柜听着上面传出来 哨而不疑的声音 招呼小二过来说道 过来看着 我出去一趟 说完 头也不回地朝着洪拥管 她拿着一包价值一块钱的食用盐 在偌大的青山城换了一套房子 小兄弟你这东西从何而来 眼前这位妇人用手指沾了一点长了长 只见入口咸 却没有丝毫的苦味 随即 脸上就露出了狂喜之色 作为大商朝最大的言商之一 她又怎么不明白 眼前这东西的重要性 这足以让自己的家族再次腾飞 这玩意 在这个世界也就我能制作 别人做不出来 敢问公子大明 你这个朋友 周某人交了 眼前这位是青山城最大的言商 名叫周世财 由于前去京城发展 因此在把这座院子挂卖 在这个时代 沿着玩意儿可不是随便能卖的 陈伯此时心里有一个大胆的想法 周老板 咱们不如合作一番 合作 感情这小子要把制作这玩意的方法 赚在自己的手上 陈兄 你可知制作这的方法 需要极强的力量 才能保得住啊 咦 这老小子敢威胁自己 看来不得不展现实力了 周老板 再给你看个宝贝 这是英国所指的地方 专石横飞 一次才心中大惊 他也是见过大风大浪的人 就这么随手一指 就能射穿院墙 难不成是仙人将士 也只有这能够说得通了 他们老子刚才还威胁人家 正当陈伯还在感叹 这世界的砖头这么脆弱的时候 周世财不知仙人降临 多有得罪 还请仙人饶命 周世财此时下的跪盖了地上 仙人 什么玩意儿 难道这世界真有神仙 周老板可折杀在下了 这会儿 你觉得我能否保住这支言技术 好了 周老板 起来 咱们先来说说房子的事情 房子 陈仙人 您尽管住就是 怎么能要您的钱呢 周老板严重了 一码归一码 钱还是要给的 还有啊 我还是喜欢你刚才那副 桀骜不驯的样子 周世财立刻就明白了陈伯的意思 仙人一定不想让我暴露他的身份 看来之前又梦浪了 陈兄 这房子说实话对我周某 也算不得什么 给你打个折 抹个零二百两 卖了 货槽 离了个大骨 果然有实力就是好 陈伯还想在家典 奈何周世财始终不愿 所以陈伯也只好坐吧 中午 青山城最大的酒楼 志卫轩的天字一号包间里面 周世财荣光满面的为陈伯倒着酒 陈兄 那货物 什么时候能够供应 没有直接说戏言 而是说货物 感情这位周世财 还真是混迹商场的老狐狸 陈伯微微一笑 一月之后 青山镇 象牙吞 等待周老板光临 周世财听后 立马露出了一个美丽的笑容 一顿饭吃的可是其乐融融 第二天陈伯在房间里来回走动 这昨天又买了房子 陷入金锁剩银两不多了 要想办法再搞点钱了 陈伯出了门闪身进入空间 从超市里拿了个玻璃摆件 用麻布包上 大摇大摆走在街上 陈伯悠悠想着 就走进了一家 看起来装修的富丽堂房的当铺 当铺上面写着金剩两个大字 公子是要当东西 陈伯看着眼前客气的小丝 只感叹人靠衣装马靠鞍 自己不就穿着好一点 这待遇可好了不知道多少倍 我有一些宝贝要出手 不知掌柜何在啊 嗯 一进来就寻找掌柜 看来眼前这位爷身价不菲 公子 请随我来 这位公子如何称呼 寻朱某何事 朱掌柜好 在下陈伯 今日缺钱 突变东西 说着 陈伯把玻璃摆件放在了桌子上 朱妇眼角一跳 进而就露出了狂喜的眼神 这青山城 可是好久没见到这样的大货了 要是拿到京城 自己可不是大功一见 陈公子 你这尊琉璃 可不多见啊 货虽好 但是也得打听打听来历 万一是哪个大盗 去人家里偷出来的 自己收下了 那可就惹了大麻烦 保不起掌柜之位都不保 陈伯立刻就看穿了他的心思 朱掌柜 你应该也是见多识广之人 这尊琉璃 可曾见过 朱妇看着眼前的摆件 眼睛都直了 只见眼前这琉璃做工精良 没有丝毫的杂志 陈公子说笑了 朱某谈不上见多识广 但也走遍了大厂的大多数地方 此物 未曾见过 敢问公子 此物 哎我说你收不收 别默契 反正小悠我不偷不脚 你就放心的开价吧 朱妇此刻也是感觉到自己过于担心了 要是谁有这东西 找他到处嚷嚷了 自己难不知道 是老夫都律了 陈公子莫怪 此物虽是难得的宝物 但也不是青山城能够出手的 所以我买来后 得运往京城 有一定的风险 所以我只能给你两万五千两银子 朱妇瞬间就爆出了价格 陈伯心中狂喜 这破玩意儿值两万五千两银子 随即又在心里看到 他们青楼那个给逼了 三万 少一个子不卖 摔了也不卖 陈伯牛逼呼呼的说道 好似这琉璃他家里成堆一样 三万就三万 朱某今天就交了陈公子这个朋友 以后有什么好东西出手 可得先想着哥哥 朱妇朝着玉走的陈伯大声的说道 此时朱妇对陈伯的住处产生了深深的兴趣 但为公子哪里人是 我呀 农村的 别磨叽 给钱吧 陈伯不耐烦的随口答道 看着陈伯这副样子 朱掌柜也没有再问 而是对农村这个地方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心里想到 此地 肯定是仙人才能住的地方吧 陈伯揣着一打银票和一个金属牌子 走出了这间当铺的大 他从空间里拿出一张线道的房屋设计图 拎掉了当代名将的下巴 在下陈伯拜见常先生 陈伯对着面前的一个五十来岁的男人说道 男人没有理会陈伯 而是拿着那张纸正正的看着 一言不发 来 小伙子 告诉我 这你是从哪里得来的 此人名叫常威 世代为人弃房子为生 他弃的房子 据说青山城没人可以比得过他 所以此人在青山城地位也极高 一般人可请不动他 此时常威手里拿着一张A3的纸张 回常先生 这是在下自己画的 陈伯此时毫不要脸的 看着常威回答道 什么 你画的 看着眼前的这位穿着得体的附加公子 其实这确实是陈伯画的 为了不经事害俗 空间里面那些彩色书籍又不能拿出来 所以只有自己找来铅笔和尺子 有样学样 画在一张A3纸上 敢问公子是哪位先生的传人 居然能够设计出 这么新颖而合用的房子 常威看着眼前的年轻人 立马就认定了 他是某位超级建筑大佬的弟子 嗯 我师父低调 不愿世人知晓他的名号 就不要打扰他老人家了 陈伯脸不红心不跳的扯着晃 对 这位小师傅 是我闷浪了 此乃世外高人 才能设计出如此房子 说吧 小师傅 前来寒设是为啥 常威对着陈伯抱歉的说道 小师傅 嗯 既然不能拒绝 就接受吧 常先生 您可折杀在下了 在您面前 我怎敢称师傅 叫我陈伯即可 此次前来 是求常先生为我盖一栋 这样的房子 陈伯开门见山的说出了自己的诉求 哦 盖这样的房子 从图纸看来 这造价可不菲 陈公子 选址在青山城哪片区域 呃 是在青云镇的象牙村 还请常先生帮去的忙 这么好的房子呢 居然盖在村里 这小子钱多没地方花吧 图纸是一个两层半的小楼 不过一楼跟二楼之间 被陈伯改成了木头 主体是砖瓦结构 没办法 这个世界没有水泥 而自己的空间里 陈伯寻找了一番 也看看找到了一家五金店而已 不过也解决了 卫生间水管之类的问题 陈公子 从这一份图纸 这个忙老夫棒了 只是还有一个疑惑 为何这设计 要把茅房放在屋里 还请解惑 常威一脸期待的 看着陈伯问道 解惑 老子怎么解惑 随即胡扯道 呃 这个茅房放屋里 也仅仅是为了入厕的方便 我手中有师傅烧制的 马桶和蹲变器 以及一些通水的管子 所以 完全不用担心臭味 常威此刻恨不得 立马就前往象牙村 看一看那所谓的马桶 居然能够隔绝茅厕的臭味 随即又拿起图纸研究了起来 龙飞将杨若和大米 交到常威儿子手中 临走时 还给常威的儿子 塞了十来颗棒棒糖 惹得这小子喜笑颜开 对陈伯的态度 已经可以称得上是恭敬了 唉 小孩子就是单纯 谁给他糖 他就对他好 陈伯冷不丁地冒出一句 听得龙飞云里雾里 挠着头赶着罗车 朝着青山城中而去 第二日 直到了中午时分 两人才到了象牙村路上 只不过 此时象牙村里 却来了不速之客 正当陈伯快到家门口的时候 只见前方停着两辆豪华马 咦 陈兄 你终于回来了 马车上下来的不是别人 正是卖房子给陈伯的周世财 这时从旁边走出来一个年轻人 啊 公子 这位就是我给你说的陈伯 陈伯抬眼看起 一个与自己差不多年纪的年轻人 正朝他走来 周老板 这位公子是 陈兄 这位是我家少爷 周恒 小子陈伯见过周公子 陈伯看着眼前此人感觉不简单 没有伤人的那一股子珠光宝气 但却有着那种常年高高在上养成的气势 而且周世财作为严商 却对此人貌似非常的恭敬 那必定大有来头 陈兄客气 此次前来 讨扰了 陈伯正疑惑呢 不是说好三月再来吗 为何这么几天就过来了 看着陈伯疑惑的眼神 周世财解释道 陈公子 我把你那宝贝拿给我家公子看 公子就迫不及待的要前来见你 冒昧了 无妨 只不过我现在毫无准备 二位 此刻估计得空手无归 笑话 这言那么简单吗 库存那些可是自己留着用的 怎么能轻易卖给你们 走吧 陈兄 去你家 一行人很快就到达了陈伯家里 张秀秀看到家里来了这么多人 此时很是惊讶 这位是周老板 这是周恒公子 陈伯给张秀秀介绍道 陈兄 看不出来啊 你这房子虽然破败 但里边住的人可让哥哥羡慕 周世财毫不顾忌的朝着张秀秀说道 一旁的周恒也是一脸笑意的看着陈伯 但是看到这房子 也不由得皱了皱眉头 让各位见笑了 家里条件简陋 大家将就着做一下吧 说完陈伯就吩咐张秀秀搬出来一些凳子 张秀秀则一脸为难的看着陈伯 家里哪有多余的凳子啊 陈伯尴尬的说道 周老板 周公子 还请稍等 我去屋里拿点凳子 说完就朝了房间去 陈伯闪身进入空间 从超市里找到了现代夜市摆摊做的塑料板凳 陈伯从屋子里出来 还拿出了一摞塑料椅子 一个套着一个 陈兄 你家这凳子很是新奇啊 这是什么材料做成的 周世财那硕大的身材坐在塑料椅子上 竟然没有丝毫的摇晃 这个周老板 就是普通的凳子 至于材料嘛 我称它为塑料 塑料 敢问楚兄 造价如何 周恒也很是疑惑 造价 这是西洋的朋友赠予我的 我也不是很清楚 说完陈伯并没有继续多说 而是进到了厨房 既然人大老远来到自己家 估计这会还没吃饭 那么总得做点好吃的招待招待 厨房里 陈伯拿出一口铁锅 以及许许多多的食材 羊肉 牛肉 各种丸子 以及各种青菜 还拿出了两瓶43度的台子 怕餐具不够 还拿出了一些一次性碗筷 反正周世财见过自己的手段 都把自己当做神仙一样的人物 所以也不怕他们惊讶 在院子外面架起柴火 起锅烧油 将一包火锅底料倒进去 不一会儿 香味就传出去了老远 惹得众人都不由自主的朝着这边看来 就差没流口水了 火锅底料的香味 在这个大多只有争主的时代 诱惑力可谓不强 家里条件有限 新房子还没弃好 就委屈一下 吃个便饭 陈伯招呼着周世财和周恒 周恒看着这些奇奇怪怪的食材和碗筷 露出了奇怪的神色 周世财在他的耳边轻语了几句 周恒立刻就露出了了然的神情 周世财此时看到陈手里酒瓶 一把抢了过去 这瓶子居然是琉璃做的 好吗 把这茶给忘记了 于是开头解释 这酒可不是一般人能喝到的 也就是周老板的到来 我才舍得开 陈兄 这吃法 我还是第一次见 可有名字 这在我们农村啊 叫乱炖 也叫火锅 适合冬天吃 这个世界还没有火锅这个讲法 周世财听完 一致认为 农村一定是先家住的地方 凡人不可及 咦 淡了点 加点盐 说完陈伯就拿出一个陶罐 朝着锅里倒起了炎炎 这一幕看得周恒眼睛都直了 之前二叔跟我说 我还不相信 陈兄 这金盐 真的能要多少有多少 成本如何 终于进入正题了 陈伯一脸笑意的看着周恒 特么你二叔叫我陈兄 你也叫我陈兄 这辈分乱的 周公子 目前我还不能大量的产出 但是三个月之后 应该也差不多了 成本吗 低到你难以想象 陈兄 有些事情你可能不明白 我们大商朝 建国一百多年 这盐也被把持了一百多年 大上子民 太苦了 所以这次 你一定得帮我 为了报答 所有收入 我与你五五分 五五分吗 以后再谈 不过盐这玩意儿 制作应该不难 他这次去青山城 还特地去了解了一下盐价 五十个文艺两 还是发黄的粗盐 普通人家根本就消费不起 而市面上最好的金盐 高达五百文艺两 橙色完全没有自己这个好 估计也是被周恒财 这种盐商把控了 故意抬高价格吧 其实陈伯猜错了 周世财并不是正经的盐商 充其量算个二道贩子 他没有制盐执法 所以就以商人的身份 去大量收购粗盐 然后平价或者低价放出 目的就是突破 那拥有制盐执法的施加把持 要知道 把控了这类必不可少的物资 对于皇权来说 是一个强大的牵制 其实周世财的身份 不仅仅是富商 也是大夏朝的二王爷 皇帝的亲弟弟 而眼前的周恒 则是当今八皇子 八皇子从小心系民众 见不得人间极苦 是个口碑极好的皇子 照了下巴 第二日一早 常威就来到了陈伯的家门口 陈伯指引着他 等于他来到房屋旁边的空地 常先生 我就相中了这个地方 准备在这建房 常威围着空地转了一圈 时而点头 时而摇头 看得陈伯是一脸的紧张 陈公子可谓是眼光独到 此地无论从风水或地势 都尤为的好 不过嘛 还有一个问题你得考虑清楚 这TM一扬顿破 说得陈伯一脸的紧张 还请常先生明说 其实也不是什么大问题 主要就是此地 水源难以解决 从我多年经验看 此地不适合打警 搞这么一惊一乍的 还以为是什么问题 这个是陈伯早就看好了 自己空间里面的五金店 有的是水管 而且后上山那条小溪 比地下水好得太多 于是对着常威说道 常先生 这个问题好解决 我带你来看些东西 二人来到房间后面 只见角落堆满了水管 以及各种材料 常威一脸惊讶地拿起那些水管 这莫不是过水的 但就材料 常先生 我也不明白这是什么材料 但是很好用 我准备用这个东西 去接后山的吸水 然后就能够解决家里用水的问题 这个具体操作 还得常先生帮忙 随后的半个时辰 陈伯带着常威了解了 什么叫水管 什么叫弯头 什么叫城水弯 还有他心心念念的马桶 蹲便器 花洒 以及各种奇奇怪怪玩意儿 直呼太神奇 与其说今日是来查看地形 还不如说是来学习的 陈公子今日受教了 原来这世界上还有如此聪明之人 能创造出如此新奇又好用的物件 陈伯心想 可惜这世界没有电 不过说起电 貌似空间里有一些楼顶装有光伏发电设备 和太阳能热水器 看来房子建好之后 得把那些给拆出来 不然大冬天要烧热水 也麻烦 中午 陈伯又请常威吃了一顿火锅 饭桌上 他的陈伯居然让张秀秀上桌 这也刷新了他的认知 女人不都是用来伺候人的 如何能与男子同袭 我的女人就是用来宠爱她 又如何不能同袭 这话说的 这下午陈伯再次来到了王德发家里 没有别的原因 就是为了解决调研这个问题 为了此事 陈伯昨晚偷偷在空间翻遍了那些书籍 终于给他找到了矿岩提炼方法 又在空间里找到了许多器皿 准备用来实验了 这玩意对于现代人来说 小学生都可以搞定 很快陈伯就提炼出了经验 还有谁 王叔 在家吗 呦 陈娃子你来了 昨天看你家来了贵人了 我就没去打扰 有贵人来我们象牙村 那是我们象牙村的福气 也是你缠娃子的福气 这反前来所谓何事啊 此次前来还请王叔帮忙看看 我们马山村哪有矿岩 矿岩 你要那玩意儿干嘛 那可不能吃啊 毒死人 看来是真的有 不然王德发可不能这么了解 毒死人那是里面有杂志 用现代技术提纯就可以实用了 而且还相当的纯净 王叔 没事 你就告诉我哪里有救世了 我拿那玩意儿 有用 村戏便 就你家旁边的荒扇 不全是那玩意儿吗 此话当真 王叔 我想将那个山买下来 不知需要多少钱 陈伯一脸惊喜 原来自己家旁边就有呢 看来园主还真的除了败家啥也不会 你要买那个扇 王叔可见跟你说好 那一个扇头啥也种不出来 你可得考虑走权 在经过一番讨论后 最终陈伯用一百两买下了整座山 放心 陈娃子 今天手续给你办齐了 对于王德发来说 这啥也种不出的东西 能够发挥价值 给村里创收 求之不得 陈伯一脸笑意的回到了家 转身就朝着村西边的那座山上而去 山上 陈伯手里提着一把工兵铲 一在地上铲了两下 就看到了那泛着黄白之色的晶体 立刻兴奋的大叫了起来 原本以为还要去到海边运海水 没想到 在家门口就把这个事情给解决了 于是赶紧回到家里 找到二叔陈大牛 二叔 我想在村西边的山下盖一间工坊 你帮忙去村里找几个匠人呗 陈大牛疑惑的看着陈伯 这小子难道又要变着法子败家 你好段都安定 拿着手里的钱 一辈子慈何不丑 在工坊干什么 你听我的就是了 只要事情成了 以后我们陈家 可就不是简简单单的小家族了 二叔 盖工坊 是为了答应了一位贵人的事情 总得给人办好吧 见陈伯提到贵人 陈大牛也就没再多问 说了句包在他身上就要离去 陈伯朝着家里走去 住房解决了 工坊解决了 那么接下来 就先摆烂一段时间 生命用来干嘛的 用来享受的吗 家里 张秀秀正在厨房里面做饭 饭菜很简单 这两日的火锅 吃得过于油腻 所以就交代了张秀秀 晚上吃清淡一些 秀秀 你十字吗 陈伯冷不丁的问出一句 我家一个农家女子 哪可能十字 要知道 在古代女子无才便是得 没事 今晚我在床上 他从空间拿出一瓶 从嘎子家抢的假酒 倒进了一个大水缸里 又让媳妇把里边水缸灌满 只因他老丈人似的烂酒鬼 为了喝酒 只用了二两银子 把他闺女卖给了一个烂毒鬼 秀秀 我们是不是很久没回娘家 看望岳父岳母了 陈伯试探的问道 其实特么的原主 连张秀秀家在哪都不知道 更别说他家里情况 啊 相公你是说 要与我一起回娘家 张秀秀惊讶的问道 说完眼泪汪汪的 看着眼前的陈伯 嗯 回个娘家而已 有这么激动 这是干啥呢秀秀 不就是回趟娘家 干嘛又哭了 相公我是高兴的 没想到你还能想到我父母 嗯 作为女婿 这些都是应该的 不过你也知道 我们成亲这一年多来 我就是一个十足的混蛋 现在我改变了不再去躲了 陈伯一边说 一边安慰张秀秀 下午两人赶着马车酒 往龙岩村走去上边 装的满满一车货物 大摇大摆的 往在张秀秀家走去 咦 大家看 那不是长老二家 女儿秀秀吗 居然嫁着罗扯回来了 我可听说 长老二那三千到底 二辆银子就把它买给了 乡亚村一个白家子 可没少收货 这是什么 难道是被退回来了 路过很多的 嘻嘻嚷嚷的人群 那车终于到了张秀秀家 此时两人还没来得及下车 就发现张老二冲到马车前 你个赔钱货 是不是给退回来了 这是姑爷吧 我跟你爹可说好了 二辆银子可不退啊 这一个操作 着实给陈伯气愤的不行 作为一个21世纪的 有为青年灵魂 哪有见过这样的父亲 呃 这位是岳父大人吧 谁说要退了 陈伯实在是看不下去 于是站出来说道 张秀秀似乎已经麻木 居然没有哭 也没有生气的样子 不退 那姑爷这是 听到陈伯不是来退货 张老二顿时疑惑的问道 我这是来看看 忘你二楼的 听到陈伯这么说 又看到马车上一车东西 张老二顿时面露狂喜 姑爷 快 屋里坐 你看我这脑子 姑爷怎么可能退婚呢 我家秀秀那么能干 陈伯也不说话 自顾自的朝着堂屋走去 房间里秀秀看见 那个一年多未见的母亲 娘 秀秀回来看你了 啊 是秀秀回来了 快给娘看看 姑爷没有打你吧 没有 娘 相公带我很好 这次也是相公 要求回来看你们的 只见自己这个 一年多未见的女儿 此刻却是脸色红润 似乎还胖了不少 身上穿的也是富贵人家 才能穿上的灵魔丑断 啊 很好就好 很好就好 看着眼前这个妇人 再看看旁边懒洋洋的张老 陈伯瞬间就明白了过来 看来 这个岳母在这个家里也不好过 于是趴机往地上一跪 小旭陈伯 见过岳母大人 这一操作一时间 让眼前这个农家妇女不知所措 愣在原地动弹不得 看着在原地不动的岳母 陈伯赶紧转移话题 秀秀 我们去把东西搬下来吧 那肉放车里酒了可不好 一听到肉这个字 张老二立马站了起来 谦虚啊 来就来吧 还买什么东西啊 那怎么行 对了岳父 我知道你爱喝酒 还给你买了几盘子酒呢 可都是西域那弄回来的美酒 张老二听到有酒 顿时腰也不疼了 腿也不酸了 感觉浑身有了力气 一拳能打死一头牛 蹭蹭蹭 跑到马车跟前抱着一坛酒 就朝屋里走 转眼间一家人就坐在了饭桌上 情绪 喝点啊 此时张老二迫不及待地 想品尝陈伯带来的美酒 开什么玩笑 那可是从嘎子加强的假酒 还兑了水 满满的科技与狠活 还是算了吧 岳父大人 小旭不爱喝酒 就留给你吧 张老二打开酒台 狠狠地吸了一口 刺鼻的酒精味 一脸的享受 这也太香了 真不是镇上那些酒能够比的 看来这女婿是真孝顺 既然情绪不合 那我就不客气了 你多吃点二菜 张老二说完就一口 就闷了下去了一碗 看得陈伯嘴角直抽 他们不会给喝死了吧 古代的酒 普遍度数低 哪比得上这52度的假酒 虽然对了水 也不是这个时代能比的 三碗下渡 张老二已经是很有醉意 看人都模糊了 不过他确实喜欢这个感觉 这才是真的酒 陈兄 你看我这女儿怎么样 要不你给我无聊 我卖给你 卧槽 这特么什么神仙岳父 张老二此刻 已经是完全分不清人了 此时张秀秀是满脸的尴尬 岳母也是一脸的愁容 相公 时候不早了 我们回去吧 行 那就回去 岳父大人 您继续喝 小区先走了 岳母 目前我正在起房子 你再委屈几日 带房子气好 就把你接过去住 顾爷 你有这份心就好 好好带秀秀 就不用管我了 我救这个命 陈伯见子也没多说什么 此刻多说也无意义 相公 你真的愿意 将母亲接来一起住吗 车上 张秀秀试探性的问道 是啊 我今天也看到情况 你那父亲 还侦探娘的不是个人 放心 只要我们在一起 就不会委屈了岳母 对于陈伯来说 多养的人而已 而且岳母过来 还能帮忙做个饭什么的 何乐而不为呢 岳母悄然的降临 见到陈伯回来 常微急忙就冲了过来 陈公子 再跟我说说 那些叫什么水电材料呗 还有 电居然能够为人所用 那雷公和电母不生气 陈伯对这些稀奇古怪的问题 弄得一阵头大 关键是不好解释 所以 陈伯将一切都归功于玄学 在这个古代 也许只有玄学才能够讲得清楚 他从空间里拿出一辆哈雷摩托车 轰隆隆的往青山城跑去 他本是一个现代的代价小说 因一次意外穿越到了 这个叫大商朝的古代 自从陈伯带秀秀从娘家回来 修房子的常威就天天传着他 陈公子 再给我说说那些水电材料呗 还有那热水器 马桶 对于这些问题 陈伯一阵头大 关键是他也解释不清楚 半个月下来 陈伯实在扛不住了 于是就进城而来 顺便找花魁讨论一下狮子 也就在他泡跑到城门下的时候 被守城的士兵给拦了下来 何妨妖物 竟敢冲撞青山城 城门口 几个官差手握配刀 一脸警惕的看着眼前的陈伯 这玩意太快了 老子差点就被他咬上 呃 官差大哥 这叫铁马 并不是怪物 而是我们农村用的交通工具 陈伯无奈的解释道 虽然他知道这玩意一旦拿出来 那回头率肯定高 但没想到 却引来了官差 咦 你是那个来自于农村的怪人 我不管你是什么马 先跟我去见过城主再定夺 说完几人就围了上来 将摩托车团团围住 陈伯心想 这回麻烦了 看来这城主府 自己是不去也得去 自己在这青山城里 只认识周世财和周恒 以及两个女人 一个官差头头模样的男人 有样学样的骑上摩托车 嘴里喊出了一声架 但是摩托车纹丝不动 这一幕看得陈伯 差点笑出了猪叫声 他娘的还挺烈 给老子抬回去 就这样神奇的一幕出现在眼前 几人抬着摩托车 浩浩荡荡的朝着青云城衙门而去 公堂至上 摆放着陈伯的摩托车 一行官差拿着棍子站在两旁 一个威严的声音从前面传来 陈伯抬眼看去 一个大约五十来岁的中年男人坐在上座 正严厉的看着他 小子陈伯 农村人并无公民 咦 我的薄皮鞋 你既然没有公民 金刚不轨 先给我打二十八字再说 等等 这位大人 咱们不能一言不合就打人吧 陈伯赶紧说道 这个法治不健全的时代 有时候打了也白打了 咦 你这个小子 你是大人还是我是大人 给你个机会 你莫不是有傻子北京 城主大人一时间也来了兴致 围观多年的他 深知牛逼的要么是傻子 要么是有大背景之人 当然你是大人 我和周氏才还有周恒是好朋友 这算不算背景 你说谁 周氏才和周恒啊 哎呀 老弟 真是大谁从老龙往了 一家人不认识一家人 来来来 咋后堂说话 我特吗 这态度 转变得也太快了 请问老弟口角成呗 隆成先帝而来 这城主有监望症啊 小爷刚才不是告诉你名字吗 呃 城主 我还是喜欢你刚才那副 桀叨不逊的样子 要不你恢复一下 桀叨不逊 铁妈自己有几颗脑袋 虽然眼前那位 看上七步枪皇家之人 但税认仇报 没有玩意 那两位也十岁 铁妈一国皇宿 一国皇子 城公子 刚问你的次前来 请运城 说为何事 没啥事 就找周氏才完 没想到 还没进城 就被你的人嫁到这儿来了 陈伯说完 也在思考周氏才和周恒的身份 按理说 一个城主 就算他俩是再大的富豪 也不至于对自己态度 180度的转弯 难道 他们是这官方的大人物 那么自己的合作 就该好好谈谈了 原来是寻找二位 说来瞧了 四个他们正在组出火车 要不老过我拎你前期 这城主也太热情了 这回就变成老哥 再接触一下 不得要把女儿嫁给自己 那就请城主大人带路 不过我那些东西 啊 把女儿给忘记了 小路子 将我老弟的东西拉进来 外面的小六子 听到城主称呼 陈伯为老弟要都要下出来了 短短的时间 就由犯人变成老弟了 人可是自己抓的 一会儿能有自己好果子吃 陈伯听到 要把摩托抬进来 赶紧出声阻止 这铁码不用抬进来 就放在外面门口吧 我让他带着就行 好的公子 刚才多有得罪 还请原谅 此刻 周世财和周恒 正在聊着如何利用 陈伯手中的经验 来扳倒那些世家大族 说着说着 就看到青山城城主 蓝天蕾 带着一道熟悉的人 引朝着他们走来 蓝天蕾正要上前打招呼 陈兄 今天是什么风 把你吹到这儿来了 说完还不忘 朝着蓝天蕾使了一个眼色 蓝天蕾瞬间 就明白了他的意思 自己就退了出去 陈伯疑惑地看着 在周世财面前 卑微的城主大人 一时间就有了些许猜想 据自己了解 大夏朝皇帝姓周 周世财 周恒 南部城 看来这些大人物 都喜欢隐藏身份啊 于是陈伯也假装不明白 说实话 他并不怎么愿意 与朝堂打交道 周老板 说来话长 这或许就是缘分吧 周兄 别来无恙 于是陈伯开门见山说道 你们要的东西 在家里搞了半个月 弄出来了 敢问陈兄 这是这半个月的量 呃 这是一炷香的量 周兄可还满意 啊 一炷香的时间 陈兄不要说笑 周恒脸上露出了 不可置信的神情 一炷香 这儿骑马得有十斤左右 那么一天 一年 我大商朝的子民 每人都能吃到 经年的愿望 指日可待 陈兄 这些成本如何 成本 山里的石头一百两 一百个工人扯 三十文一人一天 一天三两 一日出演 怎么说也得有个四百来斤吧 要知道 这玩意儿可是按两卖的 成本的话 比市面上的那些 绝对要便宜 就不知周兄 愿意如何定价 市面上的经验 高达五百文一两 自己收个三十文 应该没问题 陈兄 实不相瞒 你应该也能看得明白 我们不是单纯商骨之人 这盐 由你生产 我们收购 放心 我们只在造福百姓 你看我们给多少银子 你能够接受 当然 我们绝对不会让你亏本 陈伯假装思索 两久之后 才悠悠开口 市面上的经验五百文一两 接二位心怀天下 那我收个五十文不过分吧 成交 哎呀 陈兄 你真的先人下凡 来拯救我大商子民的 就这么说定了 五十文一两 猛逼树上 猛逼果 猛逼树下 陈伯吃着猛逼果 陈伯此时一脸猛逼 草帅了 恨么的暴低了 不过五十文 他还是能日进斗金 他们可是明明白白 那些市价一两年的成本 大约在一百文左右 这次看老子不捡死你们 蓝天磊 给老子滚进来 周世财听完陈伯的报价 就朝着外面喊道 那个桀骜不逊的城主大人 就点头哈腰的走了进来 捞夜 有火吩咐 快 令人准备文书 我们要和陈兄签署书记 周世财兴奋的对着蓝天磊 大喊道 啊 书记 什么书记 此时蓝天磊也是一脸的猛逼 你这个城主是不想当了 书记都不知道 你倒是搞所欲用啊 不染钱什么 蓝天磊急得都快哭了 周老板 别那么心急 我既然答应了 就不会轻易反悔 蓝天磊听完陈伯说话 转身就出去找文书去了 啊 是老夫激动了 陈兄莫怪 能不激动吗 周世财大肆收购金言 亏本脉 都弄不过他们 这会儿他该是多么的开心 三人商定了从即日起 每月派人前往象牙村采购一次 为了安全起见 周恒还同意派人 在象牙村周围 日夜保卫工厂安全 但这些人不能打扰 整个象牙村 他用一个玻璃摆件 把青楼里的花魁赎回了家 还顺带了一个陪嫁丫鬟 可谓是买一送一亚 殊不知此刻 一个彩花大盗 将要对二女图谋不轨 两位美人儿 老夫已经观察你们学久 待老夫传授 二位双修之法 早日登顶级了 一个长相极其猥琐的男人 正一脸吟笑的 看着梦烟二人 怎么办 小姐 此人一定就是 闻名江南的采花大贼来二 传言此人武功高强 而且尤为好色 摆在他手上的良家妇女 不知多少 咦 老夫纵横江湖数十载 也从未见过如此有 看来 今日老夫必将功力大增 小芳急得都快哭了出来 梦烟相对于小芳来说 则淡定了许多 不要慌 小芳总会有办法的 实在不行 一会我拖住她 你朝街上跑去 去报官 不 小姐 你先走 我拖住她 眼看二人正要惨遭毒手 就在这时 门外传来一阵没听出不吓的声音 看着敞开的大门 陈伯就意识到不妙 急忙朝着屋里跑去 一边跑还顺手掏出了腰间的手枪 另一只手拿了一把匕首 进到房间 就看到了让他十分愤怒的一幕 特么好端端的 你来偷老子的家 只见梦烟一脸痛苦的躺在地上 你特么给我放下 敢动老子的女人 嫌命长吗 哦 原来是男主人回来了 知道吗 被我赖二看上的女人 他们的小相公都死了 看着眼前这个受不拉几的小子 赖二丝毫没有放在眼里 他最喜欢将男主人绑起来 然后看他们那绝望的眼神 小子 要老夫亲自动手 还是你自己将自己捆起来 看着朝自己缓缓而来的赖二 陈伯不由的菊花一锦 你特么死变态 你还男女通吃 说完抬起手 举起了袖口里 早已经打开保险上好堂的手枪 一准的赖二的手枪 这么近的距离 手枪可又快又准 再看赖二已经滚倒在地 这是什么暗器 不 暗器没有这么大力量 你这是新人手段 你 你不讲武德 居然搞偷袭 老子讲你M的武德 你擅自闯入我府上 对老子女人出手的时候 怎么不讲武德 喝完又补了几枪 本来此地离城主府都不远 正在喝茶的周世才 蹭了一下就站了起来 不好 蓝天磊 快带人去陈兄弟府上 这声音他太熟悉了 之前陈伯就让他见识过这些人手段 此刻出现 那肯定就是陈伯的宅子里面出世了 说完周世才和周恒以及蓝天磊 带着一对府兵就朝着城西而去 而看着在地上动弹不得的赖二 陈伯才放心地跑向孟烟 孟烟 吓死小芳了 我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 孟烟也眼泪汪汪地抱住了陈伯 好了 没事了 还好老子来得及时 我发誓 这种事情以后再也不会出现 好说歹说 二人才慢慢平静下来 这时周世才蓝天磊也带人来到了门口 曾兄 出什么死去喽 杀了没事吧 陈伯一脸淡然地看着地上的赖二说道 咦 这不是通缉已久的采花大盗赖二 此人轻功极好 居然被陈兄给抓到了 周世才见识过陈伯的手段 露出一脸平静的神情 问道 陈公子 弟妹二人 无碍吧 感谢周老板关心 他俩只是受了惊吓 此刻已去休息 那就好 那就好 将此人尸体挂于城楼 受万人迫弃 周恒一脸严肃地看着蓝天磊说道 死咧 所以 身后的几人就把赖二的尸体给抬了出去 陈兄用的可是那仙人之法 陈伯尴尬一笑 给了他一个肯定的眼神 但周世才此时又看向了陈伯手上的匕首 陈兄 这是什么仙气 陈伯是真受不了他这鬼鬼祟祟的样子 于是抬高了声音 你说这 这就是一把匕首 说完将匕首朝着周世才递了过去 陈兄称这短剑为匕首 你说是短剑 那就是短剑吧 敢问陈兄 这短剑 可否卖于在下 周恒抢过匕首 表示出了热切的喜爱 陈伯看着周恒喜爱的样子 特别一个能命令成主的人 必须是位高权重之人 虽然自己不愿与朝堂打交道 但是不得不说 在这个封建社会 还有什么比交好权力更安全呢 你们稍作消息 我去去就来 于是陈伯转身走进另一间房间 从空间里找到了三把狗腿钢刀 这应该是哪个社会大哥收藏的 连皮套都有 虽然三人没有实质性的帮到忙 但是这速度可是杠杠的 陈伯也能猜到 交好有实力的人 是陈伯目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客厅里 陈伯将三把狗腿刀摆在三人的面前说道 几位 既然你们都喜欢这玩意儿 我这儿还有三把宝刀 你们试试看 看能不能入得了各位的眼 一 此来神奇无力啊 陈兄 这三把刀 无论如何都要卖给在下 周恒连语气都变得恭敬了起来 卖 不卖 陈兄 我知道这让你难以割爱 要不卖一把 听到陈伯说不卖 周氏才着急了 逗你的 这三就送给你们了 身外之物而已 听到陈伯说出是送 三人立刻大喜起来 但是有一个条件 你看你是周兄的二叔 以后就别叫陈兄了吧 乱了备份 陈伯朝着周氏才说道 周氏才此刻才意识到 这还真的是差倍了呀 是老夫思虑不周 以后就称呼陈公子 这时 孟烟和小芳也从房间里面走了出来 奴家见过周老板 见过蓝城主 见过这位公子 三人里面 孟烟和小芳目前也只认识周氏才和蓝天蕾 这蓝天蕾在这青山城 口碑还是不错的 秦政爱民 所以大多青云人都认识 二位小姐客气 刚才那赖二 让二位受惊了 都怪这玩意儿 办事不利 才让那赖二逍遥法外 周氏才说完 指向了蓝天蕾 蓝天蕾是有苦难言 但又不好这会赔罪什么的 周老板说笑了 蓝城主为我们青山城 可谓是呕心沥血 这赖二行无影去无踪 怪不得城主大人 于是也一脸感激的 对着孟烟行了一礼 周恒则是暗暗感叹 这陈伯还真是我被楷模 夫人一个比一个漂亮 不由得又想起了自己宫里那些 呸什么玩意儿 好了 孟烟和小芳招呼一下 我去做饭 今日出了这样的事情 就不去什么翠云楼 在这吃 说到吃饭 周氏才和周恒两人 又露出了兴奋的笑容 要知道 象牙村的那种火锅 可让他们念念不忘 一个时事以后 只见一口大锅里 飘着羊肉牛肉 各种丸子 青菜 豆芽 许许多多他见都没有见过的食物 旁边依旧是琉璃瓶子 装着的两瓶酒 这次陈伯没有兑水 对于这几个身份高端之人 兑水怎么能拿捏 这一顿 蓝天磊第一次没有了君臣之心 完全不在乎一旁的周恒和周世财 用抢来形容都贬低了他的速度 这一幕看得陈伯下巴都要掉下去了 蓝城主 城主府的伙食看起来不怎么样 别提老陈兄 我以后冷静上来吃吗 只要我在 随时欢迎来来来 别光顾着吃菜 喝酒啊 死 好久 好久 死就因为天赏又 人家拉在机会上了 蓝天磊立刻就露出了兴奋的表情 连诗都出来 又一个价值五块钱的玻璃 百建在青楼里 换了两个女的带回家 媳妇没但不骂他 反而还夸赞他 相公 你真是开窍了 居然知道带女人回家了 张秀秀脸上丝毫没有不满的表情 陈伯见此又大呼着 让人疯狂的封建社会 此时陈伯孟烟三人就站在门口的摩托车旁边 相公 你说我们三 就骑着这个回家 对啊 你可别小看他 比马车都舒服 而且还快 说完陈伯就率先跨上了摩托车 然后转身便催促二女 愣着干嘛 上车呀 相公 这就如骑马一样坐上去 孟烟和小芳都一脸猛逼的问道 没错 跟骑马一样 上来吧 于是二人学着陈伯的样子 一前一后坐上了摩托车 这要是在现代铁定的扣分加罚款 坐稳了 抱着我 我要开车了 说完陈伯一拧流门 摩托车搜的一声就窜了出去 小方被这么一下 双手就紧紧的抱住了陈伯 感受着后背传来的推背感 陈伯心里热开的话 路上一路飞驰 转眼回到了向衙村的家 衙女看着眼前的房子 也被深深的震撼了一把 相公 你真是神仙一般的室外高人 梦烟做梦 也没想到你如此的朴素 可没要是老子没钱买你们 还朴素不 这时张秀秀也从外边回来了 陈伯见到他立刻就迎接了上去 夫人辛苦了 再等一段时间就不用这么忙了 相公说的哪里话呢 秀秀不累 这两位妹妹是 啊 这是相公的秘书 孟烟 这位是小方 第二秘书 陈伯立刻对着秀秀说道 在路上陈伯就跟孟烟和小方说好了 他俩到了向衙村 就不要称呼自己相公 而是老板 两人的身份也是秘书 在这个封建社会 就算大气 那也得弄一套程序 这样不明不白的 难免会让人说闲话 所以就先这么安排着 相公何为秘书 张秀秀一脸不解的问道 这个秘书啊 就是来帮助相公的 孟烟负责工房的财物 小方负责我们的饮食起居 不过他们不是鸭子下人 地位与我们一样 这时孟烟和小方二人也走上前来 孟烟 小方 见过秀秀姐姐 看着眼前的二人 张秀秀也没有继续追问下去 而是与二人聊了起来 三女人见面 也就基本没有陈伯什么事 陈伯叼着烟 朝着外面的工地走去 陈公子回来了 老夫对你的那个能骑的猛兽 有违感兴趣 不止可否与老夫说说 常威一看到陈伯 立刻就走了上来 之前看到陈伯带着姑娘回来 自己不便打扰 也就没有过来 你说那个不是什么猛兽 就是一个能够自己行走的座驾 跟马差不多 陈伯立刻敷衍说道 不然这老头又得打破砂锅问到底 赶紧接着说 常先生 不知道房子 多久能够建好 想着屋里的三女 他此刻确实有些范畴 方信陈公子 不处十日就可以入住 看到房子 常威又一脸骄傲的说了起来 由于没有电灯 所以陈伯按捺住前往查看的冲动 告别常威 转身朝着家里走去 看似下无人 陈伯从空间里拿出来一个席梦斯大床垫 张秀秀看到席梦斯大床 早已经见怪不怪 张秀秀也想到了这个所谓的秘书 恐怕就是相公带回来的妾室 只是无名无分 不方便说罢了 要不然 怎么准备了这么大一张床 目前新房子还没建好 就委屈你们三人 挤一下 那你呢 张秀秀原本以为今晚要四个人一起睡 自己都做好了思想准备 但陈伯的这一句 打乱了自己的心思 我去跟龙飞哥挤挤挤挤挤挤 刚才常先生说了 还有几日 我们就可以搬家了 到时候 你们每个人都选一间自己的房间 当晚三人也早早的洗漱完毕 躺在了席梦斯床垫上 开始了闺中悄悄话 秀秀姐 你和老板 平时两人就在之前的那张床上那个吗 我下午看了那单薄的小床 怎么能够受得了摇晃 不摇晃啊 睡着不动就不会摇晃 不动 你们怎么能够不动呢 孟渊似乎想到了什么 难道陈伯还没有与眼前的女人 于是 床上传出了让人害羞的虎狼之词 惹得三女嬉笑连连 黑月里 张秀秀又一次收红了脸 而陈伯来到了暗数假 咦 小伯子 你大晚上不回去睡觉 来我这干啥 下午他也看见了 自己这个堂弟又带回了两个美丽的女人 难不成跟传言一样 这小脖子那方面不行 家里人太多 今晚跟你睡 啥 跟我睡 家里人不管了 龙飞更加的惊讶 随即想到 这小脖子 莫不适 我说小脖子 你也长大了 家里有妻有妻 你可不能走歪路啊 你他妈脑子里面想什么呀 家里人多 床小姐不下 你想哪去了 我他妈是个正常男人 别废话 睡觉去 这小脖子膨胀了 有点钱看给你飘的 不过 一个月给自己食两银子呢 他让干啥就干啥 小脖子 我对你这嘴里冒烟的东西 很感兴趣 能不能 龙飞一脸笑意的朝着陈伯说着 他感觉陈伯到哪都冒着烟 样子英俊极了 不能 这玩意儿有毒 笑话 这给你上瘾了 自己就空间那么些 怎么更给你 啊 有毒 有毒你还吃 笑话 我是谁 仙人弟子 你能吗 睡觉 说完也不理龙飞 转身睡去 这一夜对于陈伯来说 可谓是彻夜晚宁 陈伯 听声是惊天动地 第二天一早 陈伯回到家里 看他三女还没起床 就站在院子里吆喝了起来 起来了 太阳射屁股了 张秀秀也是第一个出了房间 秀秀 叫你起得最早 哪有 两位妹妹估计是第一次在这山村里睡觉 晚上睡得不踏实 起晚了点 习惯就好了 张秀秀似害怕陈伯责怪 两人起得太晚 还为他们开拖呢 相公你看 那大黄狗可贪得很 吃着自己碗里的 这一句话 这特么怎想怎不对 实在尴尬到没话回答张秀秀 于是对着狗子头去了一个和善的眼神 他赤具资修了一座别墅 晚上一滴热水也没有 只因为这座别墅修建在古代的象牙村 没电没热水让他很失焦躁 因为陈伯是从现代重生而来的 随身携带的一座城市 于是他忍无可忍的 陈伯闪身进入空间 轻而易举的进入一栋小别墅的露台上面 拿着在五金殿顺来的工具 晃晃悠悠的拆了起来 还好自己穷人家孩子 大专毕业后做了不少活动 不然还真拿这些东西没有办法 此时陈伯友把目光看向一边的光伏发电板 忙活了一上午 终于把这些都拆卸了下来 看着一堆的东西 他从旁边停车场开来了一辆货车 又从商场里装了写家具 就这样开着货车浩浩荡荡的回到了象牙村 新房门前 常卫看着陈伯拉的一大车货物 也不由的惊讶了一把 陈公子 这么大的手笔可让劳妇开了眼 这些可都是别人送给我的 目前我们大商朝还没有 是啊 我瞧着新鲜 这些东西敢是价值不菲 特别是这辣活的大铁壳子 居然会自己走 说完就招呼着众人卸货 陈伯又叫来二叔交代了一些 但他找几个年轻力壮的 把太阳能跟发电板弄到楼顶 此时客厅的沙发上 常卫一屁股坐下去 就被弹了起来 陈公子 这座椅 常卫起来后惊恐的说道 常先生 这叫沙发 里面有棉絮一样的填充物 坐着屁股就不会痛 陈伯给一番解释 常卫立刻就明白了过来 心里安安想到 回家一定要给自己家里打造一套 整个房屋到此 也算是完全建成 陈伯满意的打量这一切 对常卫的技术是赞不绝口 辛苦了 常先生 你的技术绝对杠杠的 小子佩服 常卫看着满意的陈伯 心里也一阵的骄傲 陈公子 不附所望 这房子就缴给你了 一番推辞过后 常未带上众人 就回去了 这是陈大牛看着 落成的新房 和正要搬东西进去的 小芳和秀秀 连忙上前阻止道 秀秀 这城娃子不懂事 你也不懂事 这新房 打锁住就住 陈伯疑惑的问道 二叔 这房子不就是住的 怎么就不能住 哎呀 我说你这个败家玩意 这新房落成 必有个入伙的一事 才能吉利 反正你们今晚不能住 待我请先生看好 良辰吉喻 再说 二叔 我没那么多讲究 算了吧 不行 别的事情可以听你的 这件事必须得听我的 打说我也是你娃的长辈 经过一番拉扯 陈伯实在是拗不过他 好说歹说 双方都退一步 明天就举行入伙一室 于是这件事情 就由着陈大牛来一手操办 第二日清晨 向衙村的父老乡亲 早早的就来到了陈伯的心甲 手里提着各式各样的东西 有提小米的 老母鸡的 甚至还有一些 提着一把野菜 这些估计是村里 能够拿得出最好的东西了 看着这些热情的村民 陈伯不由的感动了起来 这是多么质朴的一番场景 陈娃子供吉供吉 喜倩新句 王德发提着两只老母鸡 笑嘻嘻的冲着陈伯笑道 随着王德发的开口 其他人也纷纷的祝福了起来 一时间各种声音不绝于耳 陈伯在众人安静后 才大声的说道 感谢各位乡亲看得起 我陈娃子何德何能 让大伙这么的为我操心 再次败献 不过事先说好 大家都不赋予 工房的工钱也要月底才发 所以大家的东西 陈娃子一分不收 大家都提回去吧 然后今日就在这 所有人都过来 我们不醉不归 最终在陈伯的坚持下 众人都将东西拿了回去 陈伯知道 这些东西 对于自己来说 算不得什么 但是对于大家伙来说 这或许就是全部 只是外边足足摆了二十来桌 陈娃子 我代表着马善村 谢谢你 对于象牙村 王德发是没得说 谁有个困难 谁有个家长里短的 他都会第一时间站出来 王叔 这个村子 你才是贡献最大的 我也就尽一份微薄之力而已 这一顿饭 一直持续到了晚上 大家才渐渐散去 秀秀 你给岳母收拾一间房间 让她先休息吧 张秀秀点点头 就带着母亲朝着一楼二 一个二臂铅笔 被当朝皇子当作宝贝 因为他比毛笔精巧 用得什么事 特别是另一头的橡皮 让他甚是惊讶 谁知接下来一物 更是让他惊掉下巴 只见陈伯拿出一个计算器 而且暗门下还控制歌曲 陈兄 这是何等神物 居然还会说谎 莫不是里面住着鬼怪 这个啊 这叫大商朝的算盘一样 用来算账的 接下来陈伯操作 一番让他知道了 此物如何的使用 楼下房间梦渊 拿着铅笔写着账目 一边用计算机算着 正给旁边的陈伯 汇报者盐矿的收入 相公 这个月勾人工资 加上奖金一共150两 加上开支 材料磨损 勾人伙食 一共是360两 你看下都在这了 陈伯觉得赞本一看 这支出可真底啊 这一个月产的金盐 足足卖了9800两白银 含泪赚了9440两 第二日陈伯在书房里 登记着最近几个月的收入 此时周恒来到了他的新家里 秀秀 孟烟对周恒也很是熟悉 周恒自己便直接来到了 二楼的书房 周恒来到象牙村已经数日 前几天来拉 今年的一直没走 看到陈伯拿着一个 细细的小木棍在写 写的还是他看不懂得 阿拉伯数字 另一只手拿着一个 会说话的玩意 让他惊讶不已 仙人物见 果然不是凡夫苏子 所能拥有的 周兄 你过来了 敢问陈兄 你手里这是何种仙家法器 居然还能说话 陈伯看他瞪得 如同铃铛一样的双眼 以及发抖的双手 岂能不知他他是何心思 周兄 这就是铅笔 写字用的 这个是计算器 就跟大商的算盘一样算账用的 周恒拿起铅笔 就走到旁边 拿起宣纸上画了起来 陈伯看他那怪异的那笔姿 花半天如同蚯蚓爬了一样 实在看不下去 就当起了小学老师 叫他握笔姿势 周恒不愧是皇子 很快就掌握了技巧 转眼两天过去 陈伯在院子里思索 现在钱也有了 房子也建好了 家里媳妇也三个了 接下来他要把路给修了 老话说得好 要想复先修路 说把他起身来到了村长家里 陈伯阿子 你来了 这次来又否也合适啊 啊 王叔 我也不给你拐弯抹角了 我想把咱们村官道给修一下 再加宽点 你给村里人说一下 钱我出 我是我全包 王德发一听 给钱还包吃 不干才是傻子 要知道在古代修官道 村民都是免费的劳力 别说给钱了 吃都没有 陈伯阿子你想架多宽 架多宽 起码要三辆马车并排那么宽吧 不然我那小迷你 可开不起来 成 这抱你王叔身上了 你就看结果吧 陈伯又从怀里拿出 二百两银子交给了村长 王叔这些钱你先拿着 抓紧找人 路一定要修结实点 路面一定要平常 说罢陈伯就告别了王德发 转眼又过了一个月 周世财又来拉了一字眼 殊不知他们这番 景象早就被山上的 几个目光锁死 快回去报告大当家 这村子又出了一大批货物 估计不少银两 老虎山上一个山洞里 此时一个虎皮一伤 做着一个秃顶篮子 大当家来活了 象牙村经过又走了一批货 看来值不少银两啊 而且村子里还建了 一个奇怪的房子 建得比城主府还气派 其实这老虎山上 这群土匪也就一二十个人 但是他们顿顿大鱼大肉 不是牙村那些 古瘦如柴的村民能比的 次日 二当家就带几个 绑大妖元的跟在后边 浩浩荡荡的往向牙村走去 殊不知此时 向牙村的后山上 有一群官兵在那里驻扎着 老大都两个月了 也没见换班的过来 是不是被王爷给忘记了啊 就你他娘的废话多 叫你干嘛就干嘛就行了 一个恐无有力的满胡子大汉 对着抱怨的小兵士屁股上 就是一脚 你看我们在这儿大山上 嘴里都淡出个鸟来了 要不老大 你给我们去山下放松放松 别他娘的废话 注意盯着 要是出事 你有几个脑袋 小兵士无奈的转身 嘴里还不满的嘟囔着 都两月了 这儿特么比城主府都还太平 为首男人没有继续理他 其实他心里何尝又不想下山去放松一下 而老虎山的帮众 在即将中午时分 就到达了象牙村的村口 只见二当家骑着一匹枣红马 翻身下马 就朝着村子里面走去 不一会儿功夫 王德发像是早有准备死的 带着几人抬着用麻袋装好的粮食 一脸笑意的就迎接了上去 哎呦 这不是二当家吗 我可是盼你老人家许久了 这么晚才来 二当家忙什么呢 王德发毫不要脸的在那套着近乎 咦 我说你这老小子 往年都是磨磨蹭蹭的 怎么今年如此积极 莫不是你这象牙村 发财了 听到二当家如此的说辞 王德发心里咯噔了一下 看来这蒙虎堂 这回事来者不善啊 往年都是拿完东西就走 这会儿怎么磨叽起来了 难不成 这象牙村每月出货 以及道路扩建 被他们看出什么来了 二当家说的哪里话 这么多年来 我象牙村都是穷得一如既往 哪来的发财医术 哦 我可是听说 你们这儿的一户人家 可是租上了城里一样的大房子 怎么 不带我去参观参观 此时陈伯家里 一个小孩跑来给陈伯报信 你说什么 山匪来了 还要进村 说爸拿出了那把手枪别在腰上 陈伯一路小跑 在进村的道上 遇见了前来的二当家和王德发 哟 王叔 有客人啊 是陈娃子啊 这位是老虎晒上蒙虎堂的二当家 还不上前问好 原来是二当家 这是来收份子 王叔 我替的份子 我们已经凑齐了 这是 正在山里执勤的十多位军士 突然眼尖的男人感觉到了这儿的不对 立刻就朝着为首的男子跑去 老大 有情况 山下那些人 似乎是山匪 快 集合 立刻下山 哦 这位小哥 就是这项雅村修建新房子的归人 我马老二今日前来 可是想与你接点儿钱花花 这老虎山上的生活苦啊 要不带哥哥们 去你那儿做做 笑话 你肯定在想屁吃 要被你知道了家里那几个如花似玉的女人 你肯定还不与老子不死不休 于是翻手掏出一定十两的银子 对着眼前的马老二手道 既然是二当家亲自前来 怎么能够让你跑空 这十两 就当我马山村孝敬各位了 马老二看着陈伯手里的银子 立刻就哈哈大笑起来 你他娘的打发叫花子呢 识相地给老子让开 并且告诉老子 每月出的货屋是什么 不然 就只能让你做爷爷的刀下鬼了 哈哈 区区山匪 如此嚣张 真的我们向牙村好欺负吗 此刻的陈伯也动了 只见他空口一指 突然就传来了一声巨响 马老二做梦都没有想到 仅仅是来收获份子 就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一众小弟顿时就被这一声枪 想吓得傻站在那里 他们是见鬼了吗 只见眼前的这个男子 就对着二当家一指 二当家脑袋上就出现了一个血洞 此刻已经是死的 不能再死了 一众小弟愣神之计 身后冲出来十多个军事模样 瞬间就朝着那些山匪 面对那些毫无交法的山匪 付出一柱将的功夫 就全部被这些军事击杀殆尽 为首的军事走到陈伯面前说道 公子 这次事件是我们的疏忽 还请责罚 一看来人穿着军装就知道 肯定是周恒派来的 这位大哥严重啊 大哥如何称呼 周恒将你们安排在哪里 唐江涛指了指后山之上 对着眼前的陈伯回答说 下官唐江涛 乃周恒公子派来保护象牙村的领队 平时为了不打扰大家 我们就在那驻扎 这特么是哪个老六不知的 怎么不驻扎到青云镇去呢 不过对待眼前的这个唐江涛 却很是感激的说道 有劳江涛大哥 这周恒脑子是不是有病 将你们安排在那破地方 一定很艰苦吧 听到陈伯这么说 唐江涛下的瞬间就跪了下来 心想 眼前这位爷是真敢说啊 虽然这八皇子待人和善 但也不是如此张口就来的 周公子也是考虑到我们会打扰到大家 所以才还请陈公子理解 看着一言不合就跪下来的唐江涛 着实让陈伯一时间无言以对 我说老哥 不要动不动就跪 堂堂七尺男 膝下有黄金 还请公子解惑 刚才公子那一纸 适合法术 也就是一个小操作 大家没必要大惊小怪 陈伯则无所谓 不过所谓又能怎样 这特么都被人看到了 但是他还是没有说出手枪的秘密 毕竟手枪这玩意是他现在保命的手段 一架面包车被他开出了法拉利的气势 翻阔的大路上令他随意的开 当他快把车开到自家别墅门口时 却被一群拿着板凳 锄头的人给了拦在了路口 严阵以待 看驾驶准备随时出手 把车给砸了 陈伯打开车门 跳下车 干啥呢 你们 陈娃子 你这猛兽似乎比你那铁马还要厉害 大伙还以为是我马山村来怪物了呢 这也是铁马 只不过是大铁马 大家不要围着了 都回去吧 这时 张秀秀等人也从屋子里面出来 相公 这是何物 秀秀 孟燕 你们来得正好 搁带你们兜风去 在两人疑惑着什么叫兜风的时候 陈伯发动车子 朝着青云阵方向 扬长而去 车上 坐在后排的孟燕感受着那如沙发般的座椅 摸摸这摸摸那 一脸的新奇 相公 你慢点 太快了 秀秀受不了 哈哈 瞧你这点胆子 我开车技术可厉害得很 放心吧 说完陈伯又是一脚油门下去 车子搜一下就窜了出去 惹得张秀秀一阵后怕 不过慢慢的 两人就习惯了 老板真是神仙下凡 这铁马可好得很 比马车都快还更舒服 这不叫铁马 这叫车 跟马车罗车一样 只不过 结构不同而已罢了 陈伯对着两人介绍道 并没有隐瞒 其实 就是说了 他们也不懂 好了 回去吃饭吧 等有空了 我教你们开车 相公 你是说 我们也能驾驭这个 车吗 陈伯给了他们一个肯定的眼神 一脚油门 朝着象牙村而去 下车后 惊喜的发现 俩女居然没有任何晕车的现象 看来 以后出门 不仅有车 估计还能多两个司机 楚娃子 我代表整个马山村 谢过了 哎呀王叔你喝醉了 以后可别这样 休条路而已 等老子装上太阳灯路灯 不等惊掉你们的下巴 一夜过去 这次陈伯是鬼鬼祟祟的 从小方的房间出来 这会看着这堆黄金白银 这才让陈伯不那么心痛 有了钱什么最重要 那当然是消费 钱不花出去 怎么能够体现他的价值 张秀秀跟了他这么久 好像还没去过一次城里吧 要不 明天带着他去逛逛 也该把张秀秀打扮打扮 再怎么说 他现在也算得上是 大户人家的正牌夫人 相公 你怎么下来了 你快别忙活了 来我给你说点事 你现在 可是大户人家的夫人 所以 我觉得明天带你进城逛逛 陈伯看着张秀秀 一脸柔情的说道 进城 我就是一个农家女子 会不会给相公丢脸 看看 什么叫好女人 这张秀秀 要是在现代社会 根本想都不要想 陈伯是越看越喜欢 不仅长得漂亮 还懂事 别胡思乱想 你看你 要有自信 咱有钱 想买啥就买啥 钱是王八蛋 花完再去赚 张秀秀虽然不知道 王八蛋是什么意思 但是在他的心里 有一种深深被爱的感觉 这么幸福的瞬间 身体顺势就扑进了陈伯的怀里 秀秀 这是茶室 是书房 这还是大早晨的不合适 第二日清早 一家人就早早的吃过了早饭 陈伯就开车 带着张秀秀去往青山城 从小到大 他都一直生活在青云镇 去过最远的地方 也就是从娘家到象牙村 相公 这青山城如此之大 人也如此之多 张秀秀紧紧的跟在陈伯的身后 一副怯生生的样子 看着陈伯摇头叹息 看来 自己还真的要多带他出来走走 秀秀不必如此 你要知道 现在的你 早已经不是以前的那个张秀秀 你可是拥有许多银子的大户人家 两人说校间 首先来到了陶大胖的成衣铺子 张秀秀虽然未来过青山城 但是身上穿的头上戴的 可都是陈伯从这青山城买回去的 所以两人走在这大街上 与一般的富家人无异 陈公子 贵客广连 陶某游士远营 快礼便请 陶大胖手里能让自己知冷起来的仙丹 早就被他消耗一空 正愁去哪儿找到这个神仙一般的人物 没想到陈伯就出现了 陈伯 陈伯笑嘻嘻地问道 但是心里却是感觉不可思议 那玩意儿 吃多了不是会将钢铁都融化吗 怎么这陶大胖 反而气色都好了 这得多谢陈公子 你那弹药 可这让我年轻十岁不值 陈伯 这丹药虽好 但你也得坚持锻炼身体 陈伯看着陈大胖说道 虽然疑惑 但是劝人锻炼总归是好的 敢问陈公子 何为锻炼 呃 就是让你多动动 别老坐着躺着 陈大胖点头答应 这人一交代那必须得听 说不定自己就长命百岁 敢问陈公子这次进城 有何贵干 这位应该是陈公子的妇人吧 陈大胖见过妇人 卧槽 这老小子这么热情 肯定别这换 陈掌柜好眼光 正是在下妻子 马上过年 这不到你这儿来 给他买点衣服 陈公子 您这就将我当外人了 这妇人来我小店 那是陈某的荣幸 说什么埋呢 说完就招来一个小丝 带着张秀秀选衣服去了 他知道这陈大胖需要什么 于是又从衣服里面 掏出了一个瓷瓶装着的 科技鱼很活 递到了他的手上 知道你需要 所以提前几日在家里练制 这不趁着进城 就一并与你送完 价格 还是以前那个价 一会儿我夫人选的衣服 就扣出银子就是 而陈大胖则是兴奋的 接过瓷瓶 这神医太懂我了 原本以为还得 费一饭口舌求求人家 没想到 这么轻松就得到了 感谢神医赐药 陶某感激不见 说完就朝着外面走去 出来的时候 手里多了一个包裹 陈伯也毫不客气的收下 既然他衣服钱都不扣了 那自己收下便是 临走 丢给陶大胖二十两银子 也不管多或者少 带着张秀秀就朝这街上走去 那一堆衣服 则是说好 四日来哪 临近中午 陈伯带着张秀秀走进了那家翠云楼 说起这翠云楼 是这青山城最大的一家酒楼 有点现代会所的感觉 里面不仅有正常的吃食 也有那些阴厌厌 以及楼梯口的爱情 女人劳苦了半辈子 从没进过城 今日他老公带着她去城里消费 而且还去了青山城最好的酒店 秀秀已经苦了你了 今后我会让你成为最幸福的女人 两人正在包间里亲热时 门却被一股踹开了 小娘子 吃饭哪 一个人多寂寞 不如去搁搁那一桌 张秀秀哪里见过这场景 吓了一下就来到了陈伯的身边 咦 还会躲 哥哥喜欢 大胖子正遇上起 陈伯直接就将他踹倒在地上 你特么瞎啊 没看见老子在这儿 咦 没发现这还有个人 给老子拖出去打死 胖子说完 外面就冲进来几个家丁模样的人 特么敢听小爷 我看你是活得不耐烦了吧 不论陈伯伸出手一指 一声震天巨响 只见胖子身边一个家丁 瞬间躺在地上 额头一个窟窿 已经是死的不能再死 特么是谁给你的胆子 敢打老子吃饭 看着地上躺着的家丁 一行人都吓傻了 站在原地不敢动 胖子心里苦啊 原本以为是个软柿子 自己仗着家事 还不是轻松拿捏 没想到 眼前这个长得秀气的男子 一言不合就杀人 而且杀人的方式如同仙法一样 身后的张秀秀也吓傻了 相公 我们快走吧 没想到这只隔壁雅间里面的人 听到巨响 也匆匆来到了这里 蓝鹏云走进雅间 就看到愣在那里的胖子 和死去的家丁 哼 杀完人就想走 真当我大商的律法师摆设吗 陈伯抬头看向此人 难道大商的律法规定 可以青天白日 抢抢民女 哈哈 在这青山城 什么时候一个富家子弟 就能够跟我讲律法了 陈伯眉头一皱 看这架势 感情是遇见官二代富二代 自己虽然不去 但这玩意儿最是麻烦 哦 这么说来 这青山城 是你家开的 那你想如何 老子枪在手 还真不怕你 何况 青山城不是有蓝天蕾吗 我想如何 第一杀人者乖乖的 跟我去见官 这贩妇就交给我 单独审问 蓝鹏云一脸自傲的说道 待会小六子他们来了 还不是自己想怎样就怎样 你特么赖蛤蜊取青蛙 长得丑想的美 你有什么资格 这种处理方式 一下子就将陈伯逗笑了 这小子是骨子里憋着坏 真不知道父母是怎么教育的 蓝鹏云则是像听到了 天大的笑话一样 小子 可能你还不知道我是谁吧 记好哥 我叫蓝鹏云 嗯 蓝鹏云 这特么不是蓝天蕾那货的种吧 陈伯仔细打量了一下 还真有点像 但如果是蓝天蕾的儿子 那总得给点面子吧 你姓蓝 蓝天蕾是你的谁 蓝鹏云听到陈伯这么风轻云淡的 说出父亲的名字 自己心里也咯噔了一下 难道这小子认识家父 不可能 就算认识 估计也是来攀附的人 还敢直言家父的名字 小子你胆子还真不小啊 既然你是蓝天蕾的儿子 那今天的事情我就不追究了 你带着你这些机灵狗碎走吧 这一操作 将蓝鹏云都整不会了 这小子难道真的有大背景 这是小六子 跨着大包气势汹汹的走了进来 大公子 是谁让您生气了 您给小的说 小的给您出气 小六子一进来 就朝着蓝鹏云走去 蓝鹏云指了指里边的陈伯 杀人犯就在里边 赶紧把他们给我拿下 大公子 您看着 小的这就给他们拿下 大赞人犯 还不束手 后面那两个字 被他深深的憋了回去 这他们神仙打架 没想到刚想在大公子面前表现一番 怎么就冲撞了这位爷 哟 六哥 来喝一杯啊 陈伯则是一脸笑意 毫不责怪的看着眼前的小六子说道 哎呀 你看这事闹的 这不是大水冲了龙王庙 一家人不认识一家人了吗 小六子一边对着陈伯 说着一边给身后的小弟使着眼色 他们快去请城主啊 这场面我怎么能控制住 大伙又不是不知道大公子的脾气 我说老六你磨磨叽叽干啥呢 快点将人抓回去啊 那你得给老子留下 毫不知情的蓝鹏云看着一脸笑意的小六子 依旧还在叫嚣着 此时的小六子心里面叫一个哭啊 就跟当时 孙悟空大闹天宫时的玉皇大帝一样 快请如来佛祖啊 而城主府的蓝天雷 正跟几个小妾吃着饭 就被管家打断了雅兴 老爷 出事了 大公子跟人起了冲突 小六子说请您过去一趟呢 父辈 再来清运城 那百家子自己处里都好了 何必来放咯 蓝天雷一脸不在意的说道 对于这儿子 也是被他娘交纵惯了 原本想着培养成冻娘之才 没想到魏青山城培养出了一害 整日给他惹是生非 自己早就想着练个小号 可惜自己年纪大了 一直无能为力 要不早就将这大号注销了 小六子这人机灵 他说请您过去 那肯定就是惹了大麻烦了 蓝天雷一听也觉得有道理 于是叫上随从 朝着翠云楼而去 别 您可算来了 您儿子被人欺负了 快将他们抓起来 男的杀了 女的给我留着 听到傻儿子当着众人的面 还这么肆无忌惮 一巴掌就扇了过去 一抬眼就看到 陈伯笑嘻嘻地看着自己 他们时运不济 想什么来什么呀 还好自己儿子还好好的 这位可是八皇子和王爷的座上课 陈兄 没想到你在哪儿用餐 真是缘分啊 蓝天雷装作什么事情 都没发生一样 小六子也很有颜色 看到蓝天雷来了 就把众人带走了 哎呀 蓝城主怎么也有词雅信 来来来 喝一杯再说 说完陈伯又变魔术似的 从旁边拿出了一个玻璃杯 蓝天雷这会儿哪里还有心思吃饭 但是也不好拒绝 这没酒 一口就给他灌了进去 看着情况 蓝天雷一下就想清楚了 这肯定又是那败家子 看上人家夫人 见色起义 原本以为能够拿捏 没想到被人给拿捏了 陈兄 刘维斯 哦 忘记给你们介绍了 这位是我夫人 张秀秀 这位是青云城城主蓝天雷 秀秀见过蓝城主 心里却暗暗地想到 自己这相公到底何方神圣 连这青山城的城主 都如此熟悉 难怪刚才面对那蓝蓬云 如此有恃无恐 原来人家老子都跟相公称兄道弟 想到这 让秀秀一下就放松了下来 圈姿官角五方 都被他俩给充怀绕 还请凶获嫡系原谅 看来这蓝天雷挺聪明的 怎么就生出了那个傻儿子 自己都能直呼你老子名字了 还那么嚣张 蓝城主啊 这孩子啊 就是不打不成才 得教育 对 不打不成才 姚步轻而为一补 其成祝福佐佐 也好帮忙管脚 管脚拿摆夹子 这蓝天雷 这面子给的可谓是太足了 这是请过去 给自己道歉呢 陈兄 陈夫人 脸色小斋子 冲撞了夫人 你看怎么惩罚 蓝天雷 对着跪着一排的几人 对着陈伯和张秀秀问道 陈伯没有说话 而是看向了张秀秀 张秀秀哪见过这场面 吓了一时间说不出话 陈叔 婶子 彭云错了 下次再也不敢了 彭云时常听家父提起 您的大名 怎能一直没机会见面 估计是昨晚去青楼 配在书房学习了一夜 眼睛迷糊 这才惹到了你啊 这一操作 给了陈伯整的一脸猛逼 他们你小子看上去 比老子还大一点 还真会顺端子爬 叔叔 婶子都叫上了 蓝城主 我看就算了吧 哎 既然称何臣夫人 原谅你们 但是你们之国 会去叫你们父亲 来称祖父一趟 说完就放众人离开 蓝鹏云下去后 这才与蓝天雷闲聊着 陈兄 我捡你拿琉璃杯 还有拿墙血一样 你就可是好东西啊 刚才在翠云楼 一心着急着蓝鹏云的事情 虽然手里握着那透亮的高脚杯 但当时哪里还有心情去管那些 这会看陈伯丝毫没有生气的意思了 所以才想起来 你说那葡萄酒啊 我手上也不多 不然就让点给你 陈伯说完 蓝天雷脸上闪过了一丝失望之色 陈伯也没在意 既然这蓝天雷喜欢的高脚杯 那么明天拿两个新的 就当礼物送给他 反正空间里面多得要死 最没用的就是这玻璃杯了 男人有七个媳妇 他却每晚不敢抱着睡觉 别人对此都是羡慕不已 他却对此有苦难言 老哥 你这日子够潇洒呀 还整了个七仙女 小弟甚是佩服 别提老老爹 人哪 不服老不信 不说也罢 老哥 我有一物加一法 可让老夫回到当年的勇猛 陈伯看着蓝天雷 一脸坏笑的说道 作为人老成精的蓝天雷 如何不懂他的意思 难不成 此人还会一数不成 陈伯随手掏出了一瓶撕了标签的喷剂 神秘的对着蓝天雷说道 乌龙出山之时 对着龙头一喷 效果自见分晓 小弟再传你两套术法 定然让老哥犹如无人之境 生龙活虎 紧接着又教他深蹲与提纲之术 管他有没有用 万一有用 这不也结个善缘 饭桌上陈伯与蓝天雷 这边探讨着昆自觉 旁边几个女人正在讨论着美颜之道 秀秀妹妹 你这是天生体香 大夫人我这娘子身上 其实是喷了香水 所以才如此的香气迷人 陈伯随手掏出了七瓶手指大小的试用装 对着众人说道 这香水顾名思义 就是一种鲜水 它能够让人的身体持久留香 这个世界没有酒精 任他们如何都造不出来这玩意儿 所以这鲜水之词就很好解释了 听着蓝天雷愿意为他们买这鲜水 几人都露出了一脸柔情的眼神 看着蓝天雷 有贤弟的身水 害怕你们吃狗 老哥见外了 区区一两百两一瓶 但是小弟又怎会收你的钱 各位嫂子 小小礼物 不成敬意 二百两一瓶 这一送就一千多两银子 贤弟 真是大气 在香水的加持下 这顿饭就如同家宴一般和谐 告别蓝天雷众人 陈伯就开着面包车朝着象牙村而去 此刻的象牙村 一副热闹的景象 门外面的十来口大锅里 炖的满满的肉食 长板正高桌子早已经摆放了出来 上面的餐具摆放得整整齐齐 想起去年的这一天 整个象牙村的人都在寒风中吃糠咽菜 何曾有过一丝肉香味 再看看今年 男人女人有说有笑 分工合作 不亦乐乎 在一片热闹声中 大家都喝得有点上筒 随着霹雳啪啦的响声中 天空中闪起了一片五彩的难 张秀秀依偎在陈伯的身旁 看着天空中的绚烂 相公 你真是神仙下凡吗 我是你相公 回答了这么一句 张秀秀又不傻 应该不会再问了 果然 张秀秀没有再说话 无论他是谁 无论他从哪来 他都是自己的相公 几天过后 过了正月初五 这日陈伯来到了村长家里 王叔 有一个想法 跟你商量商量 王德发听到陈的语气 心里就感觉好事又即将到来 第一次商量 就办了工房 让整个象牙村告别了饥饿 第二次商量 就为村里修建了那么大一条道路 这第三次 不知是什么好事呢 你王叔做得到的 你反复医生就是 我有一个想法 象牙村成为真正富裕的村子 家家住上装瓦房 有吃不完的粮食 孩童有私塾 并且有良衣 此言一出 王德发不可置信地睁大了眼睛 这是多么宏大的目标 家家住瓦房 有粮吃 有私塾 有良衣 这谁能信这是从一个二十 多岁的小伙子嘴里说出的话 但是 真的能够做到吗 这得需要多大的经济支撑 以及持续能够赚钱的产业 臣娃子 你这说的 真的能够成真 我想把象牙村 打造成大商第一个新农村 陈伯话一说完 王德发一脸不解地看着他 何为信农村 这个新农村 就是我刚才所说 人人有房住 人人有饭吃 孩童有私塾 并者有良衣 王德发听陈伯这么一说 立刻惊讶地张大了眼睛 象牙村虽说不大 但也二百口子人 一共五十三户 这每家都修建砖瓦房 这得多少钱 看来还带搞钱啊 把象牙村建设成新农村 这可是不少银两的呀 古代人爱玉 但是现代的机器雕工 不懂行的谁能看得出来 不仅好看而起细致 陈伯再次进入空间里 准备找两个玉器拿出来卖 可是走遍了几个商场 珠宝店未曾见到一件玉器 这是什么情况 不可能所有的物资都穿过来了 就这玩意儿过不来吧 有问题 绝对有问题 这经营首饰都在 为何单单玉器都没了 此时陈伯又一个大胆的想法 难道这些玉器都被空间给吞了 这样才能维持空间的运行 之前陈伯也看过不少的穿越小说 因此才有的此次想法 摇摇头陈伯也不再去想了 随手拿了两个玻璃百剑就走了出去 再次来到了青山城最大的当铺 哟 贵客到来 陈公子过年好啊 朱掌柜 新年好啊 出来搞钱了 陈公子 里边请 看着陈伯手上随意提着的琉璃百剑 珠妇眼睛都笑成了一条缝 殊不知 上次那个雄鹰百剑 给他拿到京城 家主给他一顿夸 年钱都涨了 据说是家主将那琉璃奉剑的宫里 得到了上面的赏识 这会儿陈伯又滴溜两个过来 这能不让他惊喜 开价吧 朱掌柜 陈公子 咱也都是熟人了 我也不给你胡咧咧了 这两尊 老哥给你十万两 朱掌柜 我是带着诚意而来 你就这么敷衍我 难不成你以为除了你金圣 我就卖不出去了 这样 陈公子 十三万两 这是我能给到的最大限度 好家伙 这一瞬间就加了三万 看来还有得生啊 不过陈伯也不在家价 而是对着朱傅说道 朱掌柜 你这儿有没有那种 玉石 原石 朱傅听完陈伯说话 瞬间就明白了 这小子还想要东西呢 不过这玉石原石 自家商行就有一个玉石矿 那玩意儿没有经过雕琢的 价值不贵 原来陈公子需要玉石 那十三万再加三十斤原石 如此可好 我去 三十斤啊 这玩意儿自己虽然不了解 但是在现代社会可被炒到天价 这一出手就是三十斤 难不成这个时代玉石这么便宜 好 难得朱掌柜这么好的诚意 那就成交 一顿寒暄之后 陈伯手里拿着一打银票 替着那三十斤玉石 都上了面包车 他推着一车的玉石圆框到空间里 没成想 车子刚推进去 紧接着 让他惊奇的一幕发生了 车上的玉石瞬间就变成了一堆沙子 看来这是吸收了精华 接下来 陈伯将整个空间又走了一遍 发现并没有什么变化 难道是自己猜错了 或者是玉石不够 陈伯一屁股坐在了地上 陷入了沉思 两久然后又从显眼的位置 抓出了一条烟 做好记录 又朝着金圣山行而去 以陈公子去而复返 不知有何指示 诸妇看着回来的陈伯 心里暗暗想到 这小子莫不成要反悔 但这卖出的东西 岂能有收回之力 朱掌柜 你这玉石原始还有多少 你大量需要 这东西虽然不贵 但是量大起来 可以是不小的数字 本店 月末还有三四百斤的损货 工匠们正在加工呢 三四百斤 陈伯还是决定试一试 万一真的变化了 那得到的好处 是不可估量的 我全要了 你看到多少银子 全要了 陈公子 那起码 得再来两个钢台的摆件 过曹这老小子 狮子大开口啊 这十多万两呢 那刚才给我那三十斤 才几个钱 陈伯没有说什么 伸手从怀里掏出了一个 七彩的凤凰 要出古代 这龙凤都是皇家的象征 说吧 这玩意儿就此一件 你应该知道它代表什么 一千斤 不一家 陈伯张嘴一说 朱富就陷入了沉思之中 这一千斤原石 也不是个小数字 但是这玩意儿就此一件 如果被别家 或者是竞争对手得到 那想到这儿 朱富一咬牙 当即就答应了下来 不知陈公子 这些原石 印往何处 三四百斤而已 还要你运 来吧 所有都给我装车上 其他的 尽快给我筹几 其实朱富拿出的 也就是那些普通的玉石 珍贵的 早给他收着呢 所以 对呀他来说 也无所谓 所以就吩咐人 将那些大大小小的石头 搬上了车 看着后面这一麻袋 一麻袋的石头 陈伯故技重施 全部将它们 装进了空间之内 放进去后 陈伯就闪身回到了院子里 所以他自己慢慢吸收 在院子待了半个时辰 陈伯再次闪身进入空间 而这次进入空间 就让他兴奋了起来 只见那条自己拿走的烟 又回来了 这就意味着 以后自己有用不完的物资 估计是能与商场的物资 底下交换 第二 交换需要时间 第三 之前的专柜里面的那些 交换了什么呢 陈伯待在空间里面 自言自语的说道 但是就是想不出第三个问题 估计是我带出了什么 没有记录 然后他又填充了回来吧 陈伯一闪身出了空间 嘴里傻呵呵的笑着 管他呢 无限物资 无限子弹 在这个冷音器时代 只要给自己时间 拿下一个国家都不成问题 看来 得找个时间 好好地对空间探索一番 既然物资能够补充 那么只要出现过的物品 那么就是无限子 发现空间有了 玉石换物资的这个功能 陈伯一时间笑出了朱教授 想着自己现在 也是家大业大了 安全问题要想想办法 说着就往城主府走去 宝哥 你可知这青山城 有什么好多武林高手之类的人吗 对于蓝天磊 这个在青山城熟悉的 不能再熟悉的人来说 陈兄 高手又 但是哪些人 平日里都高高在上 难以解除 没事 你只要告诉我 哪里有就行 据我说知 青山城最厉害的高手 就是成为 沃夫山上的清炫导人 据说已经打倒了 九品高手的境界 哦 这高手还分品级 快给我说说 陈伯听到九品高手这个词 瞬间就来了兴趣 难不成 这世界还有现代小说 写的修正者之内的神仙 在这大商朝 高手分食品 冲一倒是 拼机越高 势力越强 但是吃人很少下山 不闻死死 一心闻倒 不过有一国特殿 拿酒死死酒入民 这让陈伯一下子就兴奋了起来 自己空间里的那些高度酒 随便拿出一瓶 就足以秒杀这时代的所有酒水 看来 自己有必要去一趟卧虎山 会一会这清炫道人 如果能将此人收拢 那自己的安全 又多了一份保障 于是在蓝天累之影下 驾驶着面包车 就朝着卧虎山而去 半个时辰之后 手里拿着一瓶二窝头 就朝着卧虎山走去 这位道长 请问 清炫道长在何处 陈伯对着手 在后堂门口的一个小道士说道 这位施主 清炫师叔正在闭关 暂不见客 请回吧 请回 感情让老子白跑一趟 那可不行 这位道长 我有重要的事情 与清炫道长说 你看能否为我传达一声 陈伯一边说 便拿出一定银子递了过去 老子就不信你不贪败 小道士将银子 攥在手里边量了一下 表情没有丝毫变化 这位施主 清炫师叔此刻应该在后山练剑 如施主能找到后山的小路 应该有此机缘 后山小路 老子第一次来 鬼知道你们后山小路在哪 你这不明白这嫌少吗 于是陈伯又拿出一定银子递过去 小道士立马就喜笑颜开了起来 施主 请随我来 陈伯此时心里 一万头草泥马飞奔而过 跟着小道士绕着道观的院墙来到了后山 小道士指了指那条小路 转身离去 他们看来这小道士 没少利用这清炫道人捞银子 这业务都一套一套的了 陈伯没有管小道士 而是滴楼着二窝头 朝着小路而去 道观的后山之上 一个青年男子正在一棵大树上 打着呼噜 丝毫没有察觉到匆匆而来的陈伯 请问是清炫道长当前 陈伯朝着树上的那道身影 大声的喊道 两久 回应他的 却是一阵长长的呼噜声 陈伯走到树下 抬头一看 指尖上面那道身影躺在树上 腰间挂着一个酒葫芦 穿着青衣 一头黑发垂着 看上去就跟一个醉酒的人无二 卧槽 这传说中的酒品高手 若不是个酒萌子吧 任凭陈伯如何叫 树上的酒萌子 就是没有丝毫的回应 他怒摔一瓶价值五块钱的二窝头 只为叫醒你的酒萌子 你是马家的败家子 如此好酒 怎能由你骚他 卧槽你是鬼啊 一瓶酒而已 陈伯此时心里 一万头草泥马飞奔而过 叫半天叫不停 闻到酒味立马就醒 说着他又举起另一只胳膊 但一瞬间 自己的手上就空空如也 抬头一看 那酒萌子抓起酒瓶 就咕噜咕噜的惯了起来 这可是五十三度的二窝头啊 能这么惯 你是何人 为何有如此好酒 才有找老子合适 特末道士不都是自称频道吗 什么时候开始老子老子的自称了 酒萌子呸 清玄道长 陈某此番前来 就是送酒而来 并无踏实 好声说话 明明就是粗叶之人 闻周周的样子 真他拿的恶心 说吧 想让老子干啥 卧槽这货真是道士吗 这直接刷新了陈柏对道长的认知 酒萌子 听说你是酒品高手 没别的目的 就爱交个朋友 顺便 请你去我家住段时间 他拿的 这样听着舒服多了 不过 要老子去保护你 单凭这酒可不够 要么你打赢我 要么掀我一剑 我特吗 这酒萌子疯了吧 掀你一剑 打你一枪差不多 老子不会武功 换个别的 若金啊 那你说说 你有什么擅长的 陈柏想都没想 就回答道 暗器 六 或 暗器 何种暗器 六脉神剑 陈柏嘴一条 张口就来 清玄道人似乎像听到了天大的笑话一样 六脉神剑 还有人敢自称神剑 老子习剑多年 自问这大伤 能胜过我的 不过一掌之术 你居然敢自称神剑 九萌子 我这神剑一出可是要死人的 你可别逼我啊 陈柏说出这句话 手自然就抬了起来 随着一声巨行 清玄道人的宝剑应声而断 两眼瞪得老大 这世上真有如此速度极快 威力大的暗器 贫道见识了 好了 也别叫我清玄道长 我听那叫蒙子就不错 老子喜欢 你小子怎么称呼 在下陈柏 清云镇象牙村人士 陈柏 名字不错 以后就叫你二傻子吧 你想让老子去你的象牙村 你他拿的 你才二傻子 你全家都是二傻子 没错 所以想邀请你去我那住段时间 我相信你会爱上吗 刚才那酒 还有吗 到了象牙村 管个 哈哈哈哈 既然二傻子 你诚意十足 老子就去你那儿看看 前边带路 就这样 陈柏用了一瓶二窝头 就把一个酒品高手给忽悠走了 二傻子 你这是何物 怎会如此之快 车呀 没见过世面的酒蒙子 既然答应了自己回象牙村 老子岂能再灌着 车 那马呢 一路上清玄道人嘴巴巴 不停陈柏一句没巴理 半个时辰之后 两人到了了西城的宅子里面 好了 你自己收拾床铺 今晚住这儿 不用 我睡上面 说完一个闪身 就飞跃到了屋顶之上 这是什么神仙操作 要是他每天都睡房顶 岂不是多了一个 和自主攻击的摄像头 第二天一早 陈柏站在院子里看了一圈 第一次 陈柏感觉到自己的人手严重不足 要不叫小芳来这青云城 至于宅子这儿 先去买几个庸人吧 总不能让小芳忙活一天 还自己回家做饭 再怎么说 她也是属于自己的女人 九孟子 哪人你去不去 陈柏想到这儿 就朝着房顶上的清悬喊道 走 这位公子 请问自己还是买房 见到穿着不俗的陈柏走进来 小芝立马就迎了上来 你们这儿有没有丫鬟护卫之类的 有有有 这两个新来的 质量绝对没得说 干活厉害还吃得少 这两个怎么了 公子好眼光 这以前可是大户人家的丫鬟 只不过住家被炒 所以才送来我们的 别废话 开价 不过这大户人家的丫鬟 应该更加的听话 毕竟做丫鬟人专业不是 这两个 二十两 不打买 卧槽 感情当年自己那岳父将张秀秀 卖给自己是真便宜啊 简陋了 陈柏见此直接递出去二十两 对于现在来说 真懒的奖价 好嘞 公子 要稀稀不 啥玩呀 还有这幅 你当卖猪呢 这不侮辱人吗 公子 您能买下我们的叔叔吗 我叔叔原本是护院 也被一同卖来 还请公子救救他 护院 这个可以啊 正好缺一个小兄弟 他们的叔叔在哪 带我们去 啊 公子还要护院 大人不错 不错 小四话说一半 不过也带着他们 朝着另外的一个屋子里走去 公子 此人武功高强 是看家护院的一把好手 只卖三十两 陈柏没有说话 而是转头看向清玄 还行 四瓶 勉强可以吧 郭曹 勉强可以 这九萌子是九瓶 那就是整个大商 最强战力的存在了 这四瓶 不会弱吧 你确定你这叔叔 能够心甘情愿的跟我走 公子请放心 我去给他说 说完年龄稍大的女孩 就走进了屋子里 男丫头 你怎么来了 有人买你了 快叫进来 给老子看看 二叔 一个年轻公子 不像坏人 他正好需要护卫 我求公子也卖下你 我们一起走吧 做护卫 哈哈 他是哪家豪门 进来看过再说 老子可得看看 谁这样牛逼 不就一四瓶吧 看着进来的陈伯 毫无修为 郑天龙不由地露出了鄙视之色 但是随后看到 跟在他身后的清玄 郑天龙心里咯噔一下 这是高手 自己丝毫看不透对方 应该是比自己厉害许多 看到了吗 九品高手 我兄弟 就你那四品 牛什么牛 要不是看这姑娘可怜 老子看都不想看你一眼 九品高手 难不成眼前此人是清玄道人 这清云城 可以仅有这一位九品 这位公子 郑某 并无恶意 只是这世家罚门 太他娘不拿老子当人 所以 好了 废话不说 愿意跟我走 那就得忠心 当然 肯定不会亏待你 我愿意 吴家郑小兰 吴家郑小桃 郑天龙 见过主人 小兰 小桃 前面两名字不错 但这天龙 这就霸气了 好了 既然我陈伯买了你们仨 只要你们忠诚于我 那我就绝对不会亏待你们 接下来安排任务 小兰小桃 你们俩就帮我打理这宅子 保持干净 郑天龙 你就负责维护这宅子安全 自从见识到清玄这九品高手 跟在陈伯的身边之后 郑天龙就没有丝毫的霸气 仿佛一下子从一条毒蛇 变成了泥丘一般 好了 天色已晚 去收拾你们的屋子吧 第二日清早 陈伯就来到了金圣商行 将剩下的原石装上车后 这一石 你那还有吗 陈公子还要 有是有 不过这些 周边的都调完了 估计的三月之后了 没问题 我不着急 三月后我再来去 说吧 陈伯准是零米高手 拉着九名 他用一瓶二窝头 换来了一个绝顶的高手 这个高手很古怪 家里有床他不睡 他却睡楼顶 谁承想 第一天就睡醒就发烧了 陈伯上去劝说他不听 反而坚持睡楼顶 有人来了 一群赶着车 一中间有高手 九品上 卧槽 那位 陈伯一脸淡定的看着村口 那缓缓而来的一行人 哦 来得挺快的 来者 不是周恒一行 又会是谁 老远 陈伯就看见周恒 周世才跟在一个 大约五十来岁的男子身后 朝着别墅踏步而来 周兄 过年好啊 这位是 此时 陈青玄也来到了陈伯的身后 手里滴溜着半瓶二锅头 听权子说 这青云城出了个奇人 今日一见 果然气度不凡 这位叔叔过奖了 我乃普通村民 何来气度不凡之说 哈哈哈哈 叔叔 有趣 有趣 好了 贵客降临 怎能再次站着 快请进屋 陈伯不傻 那个腹白无虚之人 明显就是阉人 就是陈青玄说的九匹上 那么为首此人 估计就是这大商皇帝了 周兄 还未介绍呢 陈伯又一次看着周恒问道 陈兄 这是家父 周世勋 哎 我就说我猜的没错吧 陈伯见过周叔叔 后面的周世才在陈伯说出这句话 就为陈伯捏了一把汗 这可是大商天子 小子怎敢如此放肆 有趣有趣 既然你一口一个叔叔 那今日叔叔前来 你准备用什么山珍海味招待我的 卧槽又是一吃货 陈伯顺着肝子朝上爬 一屁股就坐在了周世勋的旁边 周叔 这说到吃 您可是来对地方了 我帮你吃了连神仙都不想做 看着这个自来熟的小子 周世勋一下子就对陈伯 伸出了一丝好感 自己身居高位 不知道多久没听到一声亲切的叔叔 哪怕就连自己那些皇子们 也都一口一个父皇 我看全子与你年纪相仿 不如你俩结拜为异性兄弟 岂不美哉 卧槽 牛逼 跟当朝皇子结拜 皇帝是我干爹 到哪不昂之头走 只要周兄愿意 在下也毫无意义 好 既然如此 那择日不如壮日 还请请上高堂 与我一同见证 周世勋说完 就要陈伯将父母叫来 行着结拜之礼 周叔 在下无父无母 这可让小子为难了 无妨 行系亲属长辈也行 看着迫不及待的周世勋 陈伯有一种深深被卖的感觉 不过他知道周世勋图什么 不就是想在自己手上 学这些神奇的事物吗 自己又何尝不是图他的权势 周叔 这是我二叔 这个世界血脉最轻的人了 陈大牛听得真真的 于是赶紧点头答应了下来 魏公公 咱们见证了一番喜事啊 恭喜王爷 此人有九品高手护卫 又如此神奇 陛下此番决定 定能让周家这江山拥抱万年 这一记彩虹屁 可谓拍得周世财舒服至极 二弟 你我结伴为兄弟 从此以后 还请二弟多多指教 二弟 你特么才是二弟 你们全家都是二弟 对于这个称呼 陈伯简直是哭笑不得 于是赶紧说道 哥 这二弟多生粉 你以后就直接叫我名字 陈伯或者陈娃子 这样亲切 周恒哪里知道陈伯的想法 想了想也觉得有道理 二弟说的是 魏兄以后就叫你陈娃子 哈哈哈哈 陈娃子 此名亲切 以后大家都叫他陈娃子 陈娃子 就这二傻子 说话的是在一旁 看热闹的陈清玄 我去你M的 九萌子 陈伯脱口而出 就对着陈清玄来了一句 罢了罢了 陈娃子 不可对道长出言不逊 看着陈伯对陈清玄骂起了娘 周恒勋赶紧说道 你们认识啊 这下轮到陈伯惊讶了 哈哈 陈道长威名远扬 这江湖之中 有几人不识 陈娃子 你可得好好待道长 陈道长 还请向令氏问好 我周恒勋有空 一定登门拜访 陈清玄没有说话 冲着周恒勋一抱拳 嗖的一声就到了楼顶上面 陈伯这才转过头 看向众人 他们到头来傻子是自己啊 来来来 吃饭吃饭 陈娃子 你这仙样 只听周恒说过 今日一见 的确不同凡向 不知可否给叔叔带回一些 周世勋尝了一口二锅头 就深深的迷上了 感情自己之前喝的那些 都是什么破玩意儿 周叔 此物小只也不多 一会儿回去给你带两箱 周世勋早早就看过那酒箱子 两箱啊 四十八瓶 光是这琉璃瓶子 不值老钱了 看来这波结败 不亏 此时陈清玄一副我懂的样子 特么你这叫不多 老子房间里可麻起了一面酒墙 不过他乐得如此 皇帝又怎么样 还是任叔叔呢 待遇都没老子好 在心里不由的给陈伯竖起了大拇指 这儿傻子 能处 食物对人类的诱惑总是最强的 一顿饭吃的众人满头大汗 直呼过瘾 原来这世间竟有如此美味 陈娃子 真乃神人也 饭后 一行人来到了院子里 此时院子里的护卫们人手一桶泡面 周世勋等人老远就论到了香味 陈娃子 你不厚道 这是和吃食怎如此之香 周世勋抢过一个护卫的方便面 盒子说道 嗯 没见识啊 老子给你吃的比他们好一百倍吧 这只是为了方便快捷而做成的素食食品 叫方便面 一会儿回去给你带一下 方便面 死明贴切 这如何做 好吧 既然你不怕撑死 那就别怪我了 于是给四人每人都来了一桶 几分钟后 四人满头大汗 呼吱呼吱的吸溜着面条 直到盒子像狗舔了一般 才不舍得打着宝格 放下盒子 此物神奇 陈麻子这可大量生产吗 生产 那是不可能的 可自己空间里面多啊 此物我目前还未具备生产条件 但是我还有部分存货 叔父需要 特蒙送一箱两箱可以 量大了 那就得掏钱了 目前还未需要 但如果某日能用上此物 你多久可以准备货物 那得看叔父需要多少了 十万盒 特蒙你打仗呢 不过陈伯猜对了 周世勋就是这个意思 十五日就成 如果叔父哪位军爷朋友需要的话 我这儿还有更好的东西 哦 快快拿来 此物叫压缩饼干 每人一天一块就可不饿 但千万不能超过两块 不然会死人 此物甚好 此物甚好 陈麻子 作价如何 周世勋对于陈伯的话 毫无怀疑 唯一担心的就是这东西 太贵 方便面五十文一盒 这饼干嘛 一百文一块 听完陈伯的报价 周世勋立马就笑了起来 这也不贵呀 那陈麻子你得给我留着 不处三月我就派人前来洗过 对于这些便宜的东西 消耗的玉石可谓是少之又少 看似陈伯的价格低了 但是只要周世勋用过这东西 那几乎就停不下来 伯利多销嘛 此刻经验已经装好 车队排起了长队 浩浩荡荡的走出象牙村 而陈伯拿着周世才递过来的 一万五千两银票 露出了深深的笑容 这好山好水 看得老夫都不愿意回京都啊 来一次象牙村 连皇帝都不愿意回去上朝了 他在古代厨房煮了一包螺丝粉 别人以为有人在厨房拉屎 二傻子 你是在做什么玩意儿 你跑厕所了吧 陈清旋捂着鼻子朝着厨房里面喊道 你这么懂得屁 这玩意儿闻着臭 待会儿你可别馋 说话间的功夫 陈伯拿着一个超大碗 足足煮了两包带装螺丝粉 端到了穆雪芹面前 穆雪芹是陈清旋的同门师姐 刚刚从山上下来 来到这青山城 师姐 给你吃点人间美味 看着陈伯那笑嘻嘻的表情 你小子不会是要给老娘下毒吧 没等他话说完 陈伯抱着碗就呼噜了一口 看得陈清旋都快要吐出来了 如果不是看着东西 他真以为陈伯在吃屎 而一旁的穆雪芹 看着陈伯脸上那满足的表情 这东西这么臭 真能吃 放心 闻着臭吃着香 你真不试试 作为资深吃货的穆雪芹 怎么会怂 既然这个家财万贯 又英俊的男子 能吃得这么开心 自己还怕什么 起一口就朝嘴里送去 只那一瞬间 穆雪芹就瞪大了眼睛 酸笋配着螺丝汤汁的味道 一下子就抓住了他的味脸 这叫什么食物 怎么这么好吃 这叫螺丝粉 这可是新鲜食物 整个大伤毒义粉 穆雪芹完全沉浸在了这美味之中 完全就没在意陈伯说什么 只听见一个螺丝粉 一旁的陈清旋看着大口朵移的穆雪芹 一脸尖兮兮的凑了上去 市井 滚 好嘞 说完又转头看向了陈伯 做出一个拔剑的姿势 行 九萌子 你厉害 说完转身又回到了厨房 一会儿又端出了一碗螺丝粉 陈清旋端起碗 一个飞跃就消失在了原地 楼顶上 陈清旋慢慢的品尝着这美味 没想到还没吃到一小半 就连人带碗被穆雪芹给弄了下来 师姐 你都吃了那么一大碗了 陈清旋看着穆雪芹一脸无辜的说道 穆雪芹丝毫没有理会他的意思 端着碗又自顾自的吃了起来 陈清旋又一次看向了陈伯 意思非常的明显 特么这都是什么师父教出来的呀 陈伯在心里无奈的想到 没办法 只能将陈清旋拉到了厨房 撕开一包 然后手把手的教会了他这玩意儿如何煮 万傻子 你那螺丝粉有多吗 多吗 那可不就 要多少有多少 那个穆雪芹 我手里也没多少 你可得省着点 而且 这东西也不能天天吃不吃 不是陈伯小气 这万一要落出个什么好歹 谁负责 小气鬼 姐姐不白吃你东西 你给我螺丝粉 我给你嘎人 穆雪芹还以为他小气 鄙视的看他一眼 你还别说我现在真有个事情 需要你帮忙 陈伯大方的拿出四包螺丝粉 黑龙帮你知道吗 他们要杀我 杀了我 你估计再想吃到美食就难了 陈伯一脸委屈的朝着穆雪芹 仿佛是一个在外受了欺负的小弟弟 上次陈伯没事进山打猎 结果碰到了几个黑龙帮的发生不愉快 被他杀了几个 黑龙帮 欺负你 走 穆雪芹 穆大侠 你不了解了解事情经过 什么经过 就是我如何得罪黑龙帮 黑龙帮如何要杀我的经过 这重要吗 看着穆雪芹一副风轻云淡的样子 陈伯失去的闭上了嘴巴 我们不要带上九萌子吗 对哦 带他去见见世面也好 他前几年在那步道馆里面待傻了的 面包车上 陈青玄坐在了后排 去哪 黑龙帮啊 这玩意味能到哪然 这黑龙帮离青山城可有六百来里路呢 六百里路 对于古代来说 哪是能说走就走的 对于陈伯来说 那还不就是自己一箱油的事情 你止路就行 别小看我这铁马 连行碗里都不带喘气 由于这古代的官道并不好走 所以三人连续开到半夜 这才堪堪到达黑龙帮所在的镇上 清晨陈青玄不知道什么时候 有样学样的在外面煮起了泡面 那香味一下子就把正在睡梦中的沐雪芹给铲醒了 走出面包车 看着陈青玄面前那口碗里飘起了香味 这又是什么食物 怎会如此的香 这叫方便面 也是这大商毒一份 我发现你小子好东西还真不少 以后姐就跟着你了 那感情好啊 身边要是再来一个酒品上的高手 那这安全又多了一份保护 陈伯看向了那凹凸有致的身材 以及那张不舒现代网红小姐姐的脸 心思一下就活络了起来 要是把这陈青玄变成小舅子 而就在陈伯胡思乱想的时候 一个不合时宜的声音出现在他们的旁边 哟 这是哪来的一小子野丫头 这地方不让做饭不知道吗 陈伯转头看去 只见一个长得高大的汉子 带着三个人 一脸笑意的朝着他们走来 不让做饭 这古代人也这么讲究环保 这位大哥 我们外地来的不懂规矩 这就收拾干净 行 既然来到爷爷这儿 看你穿的也是个大户人家 交点银子吧 霍曹 这古代还有CG 请问大哥 这得交多少银子 你这小子不错 那就拿一千两银子 还有那个姑娘一起给我们带走吧 我去你M的 找茬呀 还以为你们是古代CG呢 你是谁啊 上来就让老子交钱 听到刚刚还一副乖巧的陈伯一下就变了脸色 小子你找死就找对门了 爷爷是黑龙帮的人 再给你一次机会 交钱交人 那老子要不交呢 二傻子 你跟这种大傻子 费那么多话干啥 你暗器没用了吗 穆雪芹听到陈青玄说暗器 一下子就来了兴趣 原本还以为你只是一个狗大户 还懂暗器 快让姐姐见识见识 啊穆雪芹 我这暗器一出手就要死人 死人就死人 就这几个黑龙帮小喽啰 我们没兴趣 穆雪芹说完一脸期待的看着陈伯 而对面的几人猛逼了 这什么情况 好像他们丝毫没把自己几人放在眼里 你们唱戏呢 爷爷是在给你们说的 话还没说完 只听见几声啪啪啪啪 围首男子和身边的两个小弟 不甘的栽倒在了地上 剩下一个男子瞬间就被吓猛了 想跑 但是腿脚却怎么都不听使唤 原本被大哥带来寻山 寻思着捞点油水 没想到这才出门呢 四人一个照面就被人干掉了三 小伙子能去云空 一下就跪在了地上 大爷饶命 大爷饶命 我狗眼不识泰山 您就当我是一个屁 放了吧 陈伯看着眼前这小子可怜的样子 呃 老子不秀 陈伯说完啪了一枪 就解决掉了眼前磕头的男子 随着面包车的一路急迟 不一会儿功夫就到达了黑龙帮的山下 来来来 小子 对着我射 快射我 啥 我这暗器威力你没看见吗 会射出人命的 你就射吧 快点射 快点射 我都能接着 没错 沐雪芹就想试试陈伯这暗器的威力 而且他对自己的功力 还是很有信心的 让你试 你就是 哪那么多废话 陈伯无奈 对着沐雪芹抬手就是一枪 沐雪芹的剑也应声而断 也不怎么样吗 对付普通高手还行 不过 陪我剑 陈伯对于他们这种日常夺子弹已经麻木了 陈清玄能挡住 那么沐雪芹自然也是没有问题 不过老子要是给你一梭子 那就另说了 想到这儿 陈伯从车上拿出了一把现代工艺制造的剑 递给了沐雪芹 黑龙邦所在的黑龙寨里面 帮主周大春正召集各方的堂主们一事 休休吧 下九矮那人 解决了吗 帮主 沐师傅带着人去了 暂时还未回来 还没回来 会不会去世 帮主你多入了 沐师傅可是无品高手 对付一个普通人应该没问题 这是一个门外的小弟急匆匆的跑了进来 帮主 不好了 有三个人冲寨 滚 三个人把你下这样 没出息的家务 帮主 其中一人好像是那清玄道人 什么情况 自己这黑龙帮与他无冤无仇 他来干嘛 不过也不敢大意 毕竟此人是青山城公认的第一高手 自己这个欺品下 在他手上估计过不了三招 然而他还在思考时 陈伯三人就走进了这个黑龙寨的一室厅 黑龙寨周大春 见过清玄道长 周大春看到陈清玄 瞬间就迎接了上去 你认识我 清玄道长的威名 如雷贯耳 被人有幸在官里远远易度道长应急 哦 今天人很多啊 说实话 准备去祸害哪家 而陈伯也打量起了这个黑龙帮 此刻还没人认出他来 只见里面也就坐着四五个人 不敢瞒道长 前几天 我几个手下在青山城被人给杀了 正与些几位堂主 前去找人 周大春见陈清玄 问自己去哪 一下子就说出了目的 二傻子 他们准备去找你呢 这是周大春才转头 看向了陈清玄身旁的人 这人怎么这么眼熟 这不就是寿侯那小子回来描述的那张画像上面的人吗 沙丑海的那位 想到这儿 周大春心里咯噔一下 完了 这小子身边有高手 而且还是超级高手 不过一个酒品 还带着一男一女 自己叫堂主们顶着 逃跑应该不难吧 就在这一瞬间 周大春浑身的心眼 就都发动了起来 校长 我与你无言无求 还请告达跪手 不知死活 而陈伯也是抬起了手中的手锹 一瞬间 整个黑龙帮 瞬间就热闹了起来 陈伯站在门口 托鱼已经降水 对着通过来的人群已经噠噠噠 而里面的周大春等人 早已经嘎得不能再嘎了 一个酒品一个酒品上 杀这些堂主和周大春 简直不要太简单 半个小时后 陈伯就冲进了黑龙帮的仓库之中 不要问为什么这么快 因为陈伯发现一个问题 这古代 那些山匪也好 大户人家也好 总是把宝库修得个富丽堂皇 生怕别人不知道似的 没有丝毫犹豫 顺手就将俩箱子 黄金珠宝玉器都收进了空间之内 至于粮食不匹 陈伯没有兴趣 咦 这小子同道中原呀 暗号和我一样 发财了发财了 这银子 粮食 不匹 不得值一二十万两银子 好了好了 愣着干什么 先把银子给老娘搬出去 沐雪芹对着陈青玄和陈伯分复道 三人正准备抬起银子 陈青玄却自顾自的朝着一面墙走去 看到陈青玄过去 陈伯和沐雪芹也跟着朝着那面墙走去 卧槽还有人 三人转身来到了隔壁房间 好家伙 只见里面摆放着两个大通铺 大通铺上 十多女人惊恐的看着走进来的三人 这特么是周大春养的后宫啊 陈青玄飞飞飞的看着眼前一幕 看什么看 你小子学坏了 师姐 我不是好奇吗 这里面怎会关着如此多的女人 陈伯才不管他们 对着他们说道 有管事的吗 都带出来 大约一炷香过后 只见一个年龄稍大的女人 装一服来到了三人面前 大爷还请放过我等 我等并不是这黑龙占人 都是被抓来的 对于这群女人 沐雪芹表示没有兴趣 陈青玄表示不敢有兴趣 不要害怕 这黑龙帮已灭 你叫什么名字 之前是做什么的 怎么会被抓来 不瞒这位公子 卢家名叫王清泉 我等原本是金山城蓝桂楼的人 被这黑龙帮抓到了山上 蓝桂楼 九孟子 你知道蓝桂楼是干啥的吗 陈青玄支支吾吾 半天没吐出一个字 特么听名字就知道是青楼啊 这二傻子还真特么是二傻子 一番了解之后 陈伯明白了大概的缘由 这蓝桂楼原本是青云城的一个小青楼 有一个五品高手罩着 没想到一次周大春前往蓝桂楼喝花酒 看上了青楼里的一个姑娘 于是连夜带上一众小弟 杀了那个五品高手 一把火烧了蓝桂楼 并悄悄地将这些人全部都露上了山 你们现在已经脱离了危险 王后什么打算 这位公子 你也知道我们这些人出身不好 或许也只能进入青楼 继续讨生活 还去青楼 有那个必要吗 公子 我们这些人被人脏了身子 那也只有这条路了 说话间陈伯就明白了过来 这可是在古代 这些小姐姐们还没有回家洗洗 然后找个老师人嫁了的思想觉悟 再说 在老师在这个时代 他也不能要啊 不过瞬间一个想法出现在了脑子里面 救了你们 你们还要回青楼 那么自己为何不开一个青楼呢 这种娱乐产业 必须要一个能在青云城保证安全的人 你之前应该是妈咪吧 相逢就是缘分 既然遇见了 我也不会说不帮你们 要不 我出钱开一家青楼 你带着这些姑娘们 帮我怎么样 啊 公子你要收留我的 王清泉说完就朝着陈伯跪了 感谢公子收留 这么多 你都要啊 平日里看起来不像是这样的人了 滚一边去 我自然有我的考虑 此时 这辆超级面包车又发挥出了他那强大的作用 足足十个女人 一股脑的全被陈伯装进了后车厢里 而陈清悬 则是被安排在了车顶之上 虽然他生活在古代 但他却在古代开了一家现代化 娱乐会所 各种灯具 沙发洋洋剧全 只因陈伯是从现代穿越而来 随身空间里带来了一座城市 叔父 会所是什么 就是比青楼还要高级的场所 你看我这里的风格 青山城哪个能比 没错 陈伯就是要打造大商第一个红浪漫商务会所 满足大商人们楼梯口的爱情 第二日陈伯让汪清泉叫来了两个小姐姐 陈伯凭借着记忆给他俩进行了一系列的培训 看着一排穿着制服超短裙的小姐姐 陈伯瞬间又心动了 就这样 晃晃悠悠一个月过去了 会所里的人员也都培训到位了 这一个月以来 大家辛苦了 明日晚上 红浪漫商务休闲会所将正式开业 在这里提几点要求 第一 所有人员 安全护卫对不得与丫鬟姑娘勾合 第二 无条件服从网掌柜的安排 第三 所有安全护卫队人员 队长一月二两银子 队员一两银子 丫鬟每月一两银子 姑娘们 美人或团队抽去客人消费的一程 说完 底下就传来了一阵风呼 原本以为被买来就是免费干活吃饱饭 没想到还有工钱 这红浪漫可不是一般人消费的气的 好了 话不多说 祝明日 开业大吉 动员完成 陈伯一溜烟就回到了西城展院 看着陈伯离去 男朋友拉起那位五百两的超级花魁 走 明日就要开业 让本公子再检查一下你的业务能力 第二日大清早 无浪漫的门口就张灯结彩 整个团队都忙碌了起来 门口两个穿着黑西装白衬衫的男主战的底织 刘公子 你说那里面的姑娘 莫不是仙女下凡 怎着好看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 据上面的消息 这可不是一家普通的青楼 据说 这是成都府公子的产业 里面好玩的东西多少呢 啊 那顽固的产业 估计今晚应该很热闹啊 谁说不是呢 不单说这些仙女们 就是她那身份 也值得我们进去露个脸 看来这男朋友的名气着实不小 看来以后这业务经理 非她莫属 正在这时 大门敞开 一行穿着其X小短层的姑娘们 将脚底下的高跟鞋踩得冰登着响 来到了母脉边 王清泉走上前对着众人说道 各位 今日 是我红浪漫休闲会所开业之日 感谢诸位捧场 我们这红浪漫 说是青楼 但胜似青楼 我们的每一位姑娘 都受过专业的培训 吹拉弹唱样样精通 才一犹如天上下凡的仙子 接下来 让我们的姑娘先下去 给大家打个招呼 见见可 这一夜 这是我们红浪漫开一的第一夜 我们红浪漫的所有人 尽待各位光临 说完带着姑娘们 就又回到了屋子里 这一操作 可谓是恰到好处 陈伯观察到 刚才那些姑娘们走出来的时候 大部分公子哥们 哪里见过这场面 之前虽然经常去往青楼之中 但是跟这些姑娘比起来 那简直就是天仙与农妇的区别 许多公子哥 都有一种把持不住的感觉 各位叔叔伯伯 哥哥弟弟 感谢诸位的捧场 今夜 欢迎来到红浪漫 一时间整栋楼 都散发着七彩的光芒 那冲天而起的烟花 将整个天空 都染成了五彩斑斓 这是啥 我这是来到仙界了吗 好了诸位 开夜已成 请各位光临 蓝鹏云手里握着一个话筒 对着众人高声喊道 第二日醒来 就看到沐雪芹 一脸笑意的看着自己 你这臭姑娘 你想干啥 干啥 青玄呢 你把她弄去哪了 怎么一大早就没看到人 卧槽 陈青玄 一字求多福吧 说 你究竟把她弄去哪了 沐雪芹一言不合 就拔出了宝剑 陈伯见此 对着沐雪芹就抬起了袖口 你他妈别一天动不动就拔剑 你这样以后谁敢娶你 滚 要你管 别以为老娘怕你的暗器 老娘挡得住 哦 真的吗 你想你能挡得住 识想呢 连续的识想 说完陈伯就 哒哒哒哒哒的射空了一个弹架 这一幕看着沐雪芹长大的嘴巴 你 你怎会如此的快 说实话 这操作也深深的镇住了沐雪芹 这么密集的暗器 哪怕是自己师父来了 估计都抵挡不住 陈伯听后哈哈一笑 怕了吧 哥什么都快 就那一样事情吗 哪一样 哪一样 哪一样能跟你说吗 正在剑拔弩张的时候 陈青玄不知道从哪冒了出来 怎么回事 我听到暗器声 你师姐打听你作案去哪了 你自己解释吧 说完陈伯开着面包车 就朝着金盛商行而去 九萌子 自求多福吧 此行非常的顺利 看着面包车后 向后面那满满的一车玉石原石 陈伯露出了一抹开心的笑容 对着朱富一抱拳 一脚油门就回到了承西院子 院子里面 只见沐雪芹手里提着一条鞭子 而陈青玄跪在地上 你小子长大了呀 敢去那烟花之地了 看到陈伯的到来 陈青玄立马就指向了陈伯 师姐 是他 他带我去的 他说好玩 所以 陈伯对着这个白眼狼狠狠地瞪了一眼 他都二十多岁了 身体又没坏 身上还有钱 你觉得需要我带 好了 你们的家属我不管 不过他都这么大了 你这么管的也不是个事情 要么 你去给他掌门精神 陈伯对着陈青玄笑着说道 听到陈伯这么说 沐雪芹一下子就低头思索了起来 陈青玄看着沐雪芹 似乎听进去了陈伯的话 立刻变得惊恐了起来 不 师姐 你就算打死我 我也不成天 说完不知道哪来的勇气 一下就爬起来 瞬间就钻进了面包车 他用一个现代玻璃百件换了一千斤玉石 只见他把玉石拉倒空间的工地上 玉石瞬间消失 地上出现了一堆一堆的建筑材料 好在玉石能够恢复空间物资 不然这新农村建设可真搞不好啊 只要玉石足够 这物资还真是无限耍 冯武说 你可知这是何物 冯武抓起一把 入手细腻 像你又不似你 陈娃子 你就别卖关子了 说说这是啥 这叫水泥 由他建造出来的围墙 坚不可摧 你看这块石头 就是我自己砌在一块的 陈伯健他不信 指着一个自己提前弄好的两块石头 让冯武看 冯武拿起大车坑 坑的砸了两下 一点碎末都没掉 成娃子 这真是神物啊 就是不知道能有多少 冯武说 我能够大量的弄来这玩意儿 目前我想到的 就是我们的围墙和道路以后 就用这玩意儿修建 象牙村四面被大山环抱 山后还是高高的悬崖 所以这围墙 只需要将不是山崖的地方围拢就行 而那水泥路 完全是陈伯想开舒适性 更好的好车了 毕竟这坑坑洼洼的路 那玩意儿脱底啊 春去秋来 一晃眼 就过去了半年的时间 此刻的象牙村 面貌已经焕然一新 村口的城墙 比城里的还要坚固 通往村子的道路 里面已经完全有水泥替代 平整而坚固 道路建成的当天 陈伯就从空间里面 开出了一辆路虎缆盛 此刻的象牙村 说是象牙城也不理过 我宣布 象牙村就防改造工程 正式完工 今日分房 即日起象牙村 更名为象牙山庄 各位象牙村的亲人们 我陈娃只能有今日 全靠大伙平日里 对我的照顾 所以这些 就是我给大家的心意 陈伯看着大家 指着墙上的图纸说道 下面有请我们的村长 王德发王叔 给大伙分房 笑话 给是一回事 那能让所有人记得你的好 但是分配这件事 弄得不好 就容易招愁 还是让王德发来吧 安静 首先得感谢陈娃子 王德发说完 就对着陈伯行的义礼 其他的村民 也朝着陈伯行礼 这一幕让陈伯 也稍稍的感动了一下 我提议 这陈大牛一甲 是陈娃子的长辈 第一个选房 冯武第二 大家有没有意见 王德发说完 大家几乎是一口同声的 说出那句 没意见 陈大牛第一个走上前 指着陈伯前面的那一栋说道 我就离陈娃子最近吧 也好有个绑身 冯武跟陈大牛的想法一样 也选择了陈大牛旁边的一栋 目的就是离陈伯最近 在他们的心中 自己之所以能过上现在的生活 那都全靠这层麻子 然后下面分房的是 陈伯就没再去过问 经过了一日紧张的搬家 象牙村所有的人 都住进了新家 第二日陈伯此时 再次进入了空间里 没错 他要找就是发电机 在空间里面 足足找了一个时辰 才堪堪的在一家店里 找到了几台几个千瓦的 冲击式发电机 对这东西的记忆 还停留在那个缺电的年代 单机容量三个千瓦 一般的家用照明没有文 忙活了一个早上 拿出了一堆的PVC管材 和一堆发电机 以及电线灯泡之类的东西 冯伍说 你来得正好 我准备在这做一个发电站 以供大火用电 发电站 能发出雷电的那个东西 冯伍一听到发电站 就想起了陈伯的电棍 于是惊恐的对着陈伯问道 嗯 冯伍说 没那么玄乎 就是我家里亮堂的那个东西 听到陈伯的解释 冯伍才一下子反应过来 难道这陈娃子 要给大家都用上 不到一个时辰 陈伯就组装起了第一台水力发电机 随着水流通过水坝的落差 顺着管道进入到发电机 发电机快速的旋转了起来 LED灯也发出了耀眼的光芒 仿佛要与这炎炎烈热一分高下 陈娃子 真的亮了 真的亮了 冯伍激动的大叫了起来 龙飞激动的就要去抓起 那发着白光的LED灯 结果被拼搏一脚就踹了出去 小伯伍 接着陈伯就给在场的人 普及了一遍用电的知识 听到这玩意儿这么危险 大火也替龙飞捏了一把汗 象牙村50多户人 基本照明和日常用电的话 就算一个千瓦一家 这一台发电机三千瓦 满发的状态一台可供三家 那么17台就能够供应整个住户照明 而自己的家里 需要一台冰箱 几台台空调 这天简直热死人了 没有空调完全不行 所以陈伯一开始 就算好了 这才拿出了27台水利发电机 有10台是供给自己家里用电的 陈娃子别担心 我一定将此物的用法 教会象牙村所有的人 在陈伯的指导下 第一台水利发电机线路 进入了王德发家里 看着自家每个房间 都有着一个发着白光的LED灯 王德发激动的老泪纵横 陈娃子 处啥也不说了 从此以后 只要象牙村在 就不能让你陈娃子 受到一定点伤害 冯伍带着一群人 足足忙活了半个月 终于将所有的发电机都撞好 由于发电机 一天24小时都在不停的运转 陈伯家里的空调全天开着 陈青玄的也从露台上面 搬进了房间 熊猛子 你咋不上你的楼顶 待着吹风了 下来干啥 笑话 这么热的天 不吹空调 是傻子 当龙飞和一个青年 抬着一个冰箱 从外面走进来的时候 张秀秀一脸疑惑的 看着陈伯问道 相公 这是何物 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陈伯没再给张秀秀解释太多 因为现代的物件 不是一句两句就能解释清楚的 晚上有空 我带你们搞烧烤 烧烤 陈伯没有过多的解释 等到晚上 他自然会知道这是什么东西